夜黑风高的夜晚,是最容易闹鬼的时刻,我悄悄潜入了学校的展览馆,抱着一副吸血鬼油画默默哭泣,突然无数只蝙蝠向我袭来,油画上也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我牢牢地吸住,我拼命挣扎但终究无济于事,就这样我被成精的油画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位就是故事的女主夜初,当我再次睁开眼时,身边静躺着一个帅气的美男子,这不会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吧,难道那幅油画知道我母胎单身太久了,所以就给我分配了一个男朋友吗,就在我沉迷饭花吃时,一双红宝石般的大眼睛缓缓睁开,惊魂未定的我连忙问小哥哥这是哪里啊,但他并没有回答我,而是露出了锋利的獠牙,低语道好饿啊,我可以吃你吗? 什么?吃?吃我?是怎么个吃?争着吃还是煮着吃?不会是扒光了吃吧?天哪救命啊,宝宝还不想死啊,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为什么夜初要半夜偷偷去看画呢?油画中的世界又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夜初要半夜偷偷去看画呢?油画中的世界又是怎么一回事?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让我们回到三天前,夜初正在宿舍画漫画,正当他沉浸在男主和他小男朋友的爱情故事中, 同时,他那杀千刀的室友竟然打翻了咖啡,电脑瞬间黑屏,我勒个去,完了,这可是我熬了两个通宵才赶出来的稿子,而且还没有保存,室友急忙道歉,然后说他还有事就溜之大吉了,只留我一人在原地心痛,在我伤心之余,我想起了我的哥哥,他在两年前就离奇失踪了,母亲也由于思念过度而病等了,警察调查说哥哥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学校的画室,所以我也报考了这所学校, 哥哥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就这样我沉沉地睡去了,梦中都是我跟哥哥在一起嬉笑打闹的场景,就在我这美美的回忆时,我被室友吵醒了,他叫我赶紧起床去上课,还说今天有大神道场,我这可恶的起床气,还没来得及发我就被带到了教室,妈呀,简直是人山人海啊,至于吗,我就是个男人吗? 突然我被一个女生推了一下,一个没站稳,竟直接摔到了大神的怀里,哇,这个男人是有点摔在身上的,这不是我漫画中男主的小男友吗?居然有真人版的,他的一句割脚骂打破了我的幻想,我才反应过来连忙向大神道歉,我那杀千刀的室友还跑过来问他要微信,可惜人家你都没理就走了,但当他听到我的名字时,嘴角却微微上扬,好像是知道点什么,夜处的哥哥在学校画了一幅吸血鬼油画,竟离奇失踪了, 为了寻找哥哥,夜处也考上了这所学校,下课后他来到了电子阅览室,想调查一下关于哥哥的事情,百年传情就是哥哥创作的那幅吸血鬼主题的油画,还记得当时哥哥特地跑到欧洲寻找作画材料,那时候他带回来一瓶传说中吸血鬼伯爵的血液,只要一滴就可以获得永生和不老熔岩,我当然是不相信的,一把抢过血瓶要试试看,哥哥顿时惊慌无比,难道哥哥的失踪跟这幅画有关? 难道当年那瓶血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的?难道他被国外黑暗势力绑架了吗?我的妈呀,他们不会逼我哥为偿还债吧?我越想越怕越想越离谱,总之要先去调查一下那幅画,我火急火燎的来到学校的展览馆,仔细查看着那幅油画,突然我感觉画面的蝙蝠在动,是我眼花了吗? 当我想上前查看时,被展览馆的保安拦下,我撒娇卖萌地说这是我哥哥画的,我只是想凑近点看一下,保证不碰到画 可惜保安室的大直男,根本不吃我这一套,他说规矩就是规矩,就算是你自己画的也不行 妈的,那幅画肯定有古怪,既然不让我凑近看,那我就只能半夜偷偷潜入了 这个女孩叫叶初,为了调查哥哥的下落,她半夜溜进了学校的展览室,她刚刚甩开保安,大神学长竟从叶初身后捂住了她的嘴巴 叶初被吓得惊慌失措,猛力咬破了大神的手指,她疼得大叫松开了我,我逃窜中回头看了一眼才知道是白天的学长 同时保安也发现了她,我躲在角落直到他们远去,才来到了那幅油画前 接下来就是开头那一幕,女主将沾了血的双手附在画上的时候,被成精的油画吸了进去 就这样她来到了吸血鬼的世界,我可以吃你吗?小哥哥话音刚落,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随后一双皮包骨头发青的手伸了进来,随后一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的骷髅女人走了进来 我去,这是人吗?骷髅女人看到我顿时兴奋起来,看来小蝙蝠又被我加餐后甜点了 我被吓得瑟瑟发抖,转头一看,小哥哥竟然在装死,简直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骷髅女人慢慢向我逼近,并说不要着急,等我先把小可爱收服后,再来慢慢吸干你的血 那你吸干我的血,难道她是吸血鬼?只见她一个肥身,直接顺移到了小哥哥的身上 邪魅一笑地张开了满嘴口气的大嘴 意外来到吸血鬼世界的夜出,由于想和吸血鬼小哥哥谈恋爱,就用她那弱小的身躯来了的美女就英雄 骷髅吸血鬼正要下口时,夜出的正义感趋势,她不能坐视不管 随手丢了个石头,竟然砸中了,骷髅吸血鬼扭头死死地瞪着我 感觉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只见她手指一挥,我被钉在了原地 小哥哥马上就要被糟蹋了,真是不忍之事啊 骷髅吸血鬼舔视着小哥哥的脖子,突然她痛苦地捂住胸口 小哥哥顺势给了她一拳,这可是为你特殖的胜水,不知可爱,分你的胃口 没想到啊,她还留了一手,感觉得救了 骷髅吸血鬼痛苦地嘶吼着阴险的家伙 你到底是谁?我乃布兰科,爱德华 你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猎人,你明明也是血族的 为什么还要猎杀同类?你这个无耻的败类 叛徒,由于骷髅吸血鬼受了重伤,很快她的魔法就失效了,我也可以动了 本来想跟你换血缔解主仆关系,看来你是存心找死 我看骷髅吸血鬼出手要杀爱德华,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我想保护她 关键时刻我挡在她的前面,骷髅吸血鬼一转,拔穿了我的衣领,顿时鲜血直流 我胸前的十字架纹身也露了出来,闪耀的亮光差点将骷髅吸血鬼融化 幸好她跑得快,我也渐渐地神志不清,倒在了爱德华的怀里 爱德华看着为她受伤的我,心里怒火中烧,见骷髅吸血鬼想跑 爱德华将我温柔地放下追了出去,骷髅吸血鬼见无路可逃怒吼着你这个叛徒 就等着受女王和贵族们的制裁吧,呵呵这带看你还有没有命去通知他们 只见爱德华手起棍落,骷髅吸血鬼就辞了喝饭 意外来到吸血鬼世界的夜出,由于想和吸血鬼小哥哥谈恋爱 就用她弱小的身躯替小哥哥挡下了攻击 当夜出再次醒来时,她躺在温满的床上 这是哪里,那你衣服已经被换了 想想这个纹身还是哥哥带我去纹的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过爱德华也是吸血鬼,为什么他不害怕这个呢 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空荡的房间里游荡起来,莫名其妙来到了浴室 卧槽,这雪白的肌肤,健壮的肌肉,也太帅了吧 看够了吗,女人,什么你叫我女人 我有名字,明明是你洗澡不关门,怪我了 而且你不是也帮我换了衣服吗 哼,爱德华十分冷漠地说道女服换的 出去,夜出有些尴尬 生气地说谁稀罕看你呀 再见 刚刚走出浴室,夜出就满脸通红 脑子里全是爱德华的身影 深夜的阳台 夜出和爱德华第一次敞开心扉的交谈 什么,你是从画的另一边穿越过来的 你觉得我会信吗 我现在也是一脸猛逼啊 不过,那的大妈为什么要吸一个吸血鬼的血呢 她是想给我换血 让我成为她的仆人 血族能够控制同类才更有成就感 而人类只是血族的典型而已 这个国家的女王及贵族都是由血族组成的 普通人就像畜生一样 每天都有上百人被献给血族当食物 于是就出现猎杀吸血鬼的地下秘密组织 但是成效甚微 听完,夜出觉得好玄幻啊 不过你能告诉我这些 说明你已经相信我的来历了 我好高兴啊 爱德华有些不好意思说到 保护人类弱者是我的职责 你记住,白天出门会比较安全 血族一般都是晚上活动 所以晚上就不要乱跑了 夜出乖乖地点头 心想着,哇,小哥哥好暖啊 我好喜欢啊 但爱德华竟是个大直男 他高冷地问夜出 我讲得很可笑吗 夜出义整个无语注了 夜出被爱德华迷的神魂颠倒 妙边温柔小猫咪 他们究竟能否走到一起吗 离我远点听见没 还是说 你期待发生点什么 这重要关头一般都会被打断 老大 你的弩箭已经修好了 小弟的突然出现 搞得二人十分尴尬 爱德华只好告诉小弟 明天按计划进行 就匆匆离开了 第二天清晨小弟告诉爱德华 夜出独自去废弃古堡 找回去的办法了 什么 这个笨蛋 清晨的古堡看上去没有那么恐怖 夜出来到店内 到处寻找回去的办法 他回想起那天穿越时 把手上的血沾到了画上 然后就穿越了 难道是需要血吗 接着夜出划破手指 滴了两滴血在地上 但是什么变化都没有 就在夜出纳闷时 一个鬼影悄悄向他逼近 当夜出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绿衣吸血鬼一把将夜出扑倒在地上 锋利的指尖划破了那洁白的肌肤 夜出背下的哇哇大哭起来 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我还没找到哥哥呢 不要啊 突然一只弩箭急速飞来 直接刺穿了绿衣吸血鬼的心脏 没错危机关头爱德华闪亮登场 解决完绿衣吸血鬼 爱德华走到夜出身边 温柔地伸出手问道 你还好吗 夜出委屈地趴在爱德华怀里 嚎啕大哭 一点也不好 差点就死翘翘了 下次宝宝了 没事了 我来了 幸好只是皮外伤 没有划伤动脉 酷包夜出撒娇地对爱德华 喊着你的骗子 不是说白天出来是安全的吗 爱德华慢慢推开夜出说道 你穴位这么重 方圆十里都能闻得到 肯定有受不住诱惑的 夜出也感受到了爱德华的忍耐 连忙说对不起了 你找到回去的方法了吗 没有啊 一无所获 不过我一直挺好奇 你为什么会杀自己的同类呢 同类吗 这个你无需知道 你只需要考虑 你在这里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不想说就算了 不过你的救命之恩 我一定会报答的 说不定有一天 我也可以保护你啊 爱德华回想起第一次见面 夜出的挺身而出 心里有种莫名的感觉 但他嘴上却冷冷地说不需要 真是个嘴硬的家伙 爱德华的父亲是血族的贵族 早年他父亲与一位人类少女相爱 生下了爱德华 血族知道此事后 下令要制裁这位女子 不然就消去他父亲的职位 迫于无奈爱德华的母亲 在众目睽睽下被烈火灼烧而死 幼小的爱德华亲眼看见母亲惨死 又经历了家族的遗弃和托骂 最后使人类收养了他 在神父的帮助下 他得到了救赎 但他必须做到此生绝不背叛人类 否则将永远坠入地狱 爱德华和叶初走出古堡 他突然头晕目眩 爱德华你没事吧 别 你别过来 难道你就不怕我对你 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来吗 你不会的 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听叶初这么评价自己 爱德华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第一次有人说他善良 叶木降临 他们准备开始猎杀行动 临出发时 爱德华来到叶初身边 蹲下身子温柔地说 晚上我们都不在 你一个人不要乱跑 好的 你也注意安全哦 经过一番厮杀后 吸血鬼被成功收复 正当他们在商议 接下来的对策时 爱德华胸口大片血液涌出 片刻他就陷入了昏迷 叶初帮爱德华包扎好了伤口 看着昏迷不醒的爱德华 叶初心如刀割 他不想让爱德华 每天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 也不想让他受伤 看着昏迷中的爱德华 依旧英俊潇洒 叶初有些按耐不住心中的爱意 就这样他慢慢地吻了上去 叶初想趁爱德华昏迷 偷偷倾他 但回想起爱德华 对他凶巴巴的样子 叶初停住了 连忙走出了房间 心想不能这样 我要等到你真正接受我的那天 刚走出房间的叶初 就看见小弟 带着一位漂亮的姑娘走来 请问爱德华在里面吗 他在休息 等他醒了 你再去见他吧 漂亮姑娘 看见叶初手里的血盆 顿时惊慌无比 直接甩开叶初 冲进了房间 叶初大喊位 你不能进去 小弟见状连忙解释 叶初姐姐 你让他进去吧 他是老大的爱人 咣当 什么爱人 骗人 漂亮姐姐跑到爱德华床前 抽气着爱德华 爱德华 你醒醒啊 只见他从篮子里拿出刀子 割破手腕 喂养着爱德华 叶初在门前看着这一幕 满满的负罪感涌上心头 慢慢的爱德华 逐渐的恢复了意识 大口的吸食着鲜血 吃饱后的爱德华 伤势也慢慢开始自愈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抱歉 又让你担心了 你的伤口 我再帮你处理一下吧 爱德华竟有个女朋友 私底下还与叶初狗暧昧 叶初知道后 跑到湖边哭泣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 破坏别人幸福的坏女人 回想自己的种种行为 简直就是一厢情愿 还自以为的 把自己当成这里的女主人 真是傻到家了 叶初在湖边哭泣了一早上 他渐渐也想明白了 他们俩本来就属于不同的世界 注定是不可能在一起 叶初拍打着自己的小脑袋 想让自己清醒一点 不要一遇到帅哥就算花痴 突然一双手伸向了叶初 姐姐开饭了要 原来是小弟 看给叶初白内障都吓出来了 爱德华的女朋友见叶初来了 急忙起身帮叶初倒茶 连语中也带着阴阳怪气 叶初尴尬地笑着 叶初看着爱德华 想关心一下他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屋内鸦雀无声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这是他讲道 我叫奥利维亚 很高兴认识你 问我叫叶初 爱德华捂住胸口 痛哭的声音声打断了叶初 奥利维亚急忙问你不舒服吗 我帮你重新上药吧 不用了 没事的 我愈合的速度快 一会就好了 叶初看着他俩在自己面前秀恩爱 心里很不适滋味 你们看起来真的很安配 奥利维亚听到叶初这样说 高兴极了 还说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 下周就结婚 是的 之前你怎么一点都没提起过呢 临时决定的 这么草率吗 爱德华他总是不顾生命危险的执行任务 我想他如果有个家人 应该就不会那么冲动 看你呆呆的样子 不会想犯婚吧 我承诺你的一定会做到 叶初在一旁独自伤心 但还是强装开心的祝他们幸福 第二天叶初在阳台画画 他思考着爱德华对自己这么好 自己真的不应该留在这里 他添麻烦 但是他又不知道离开这里还能去哪 能干什么 难道要去街头卖一画画吗 你还会画画 我去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 对了我来是告诉你哥并不在这个镇上 可能要去别的地方找找了 会花一些时间 爱德华我准备走了 我打算出去找我哥 你要走 什么时候 大概就这几天吧 那你走之前我教你一些防身术吧 好啊 这样就不用每天提心吊胆了 话说爱德华你为什么从来不笑呢 难道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爱德华思考着喜欢的人吗 但如果不是奥利维亚接级我 大概我也活不到现在 最后爱德华对叶初说 如果是奥利维亚希望的 我都会满足他的 是什么原因让一对亲父子反目成仇呢 爱德华的父亲知道儿子要结婚了 亲子前来恭贺 但爱德华居一点也不欢迎他 爱德华的父亲说 我爱你的母亲 他的死是个意外 希望你能够理解 但爱德华根本听不进去 拔刀就向父亲刺去 二人都大大出手 但爱德华根本不是他父亲的对手 他被父亲一掌打到在地 鲜血喷洒在地板上 爱德华父亲附身蹲下告诉爱德华 伤口裂开的滋味怎么 只有知道疼痛才能记住教训 我想你母亲也不希望看到 咱俩父子反目成仇吧 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 对于你和你母亲的亏欠 我会用毕生来还的 说完就把爱德华治愈了伤口 爱德华趴在地上 擦着嘴角的血迹 一把甩开父亲的手 大喊着你这个杀汉母亲的恶魔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为母亲报仇的 父亲没有理会爱德华拿出一对钻截书 这是你母亲亲自设计 皇家工匠打造的 可惜没有机会给他戴上了 现在就送给你和你的未婚妻打 祝你们新婚快乐 在你的仓库里 我也为你准备了结婚的礼金 够你百年衣食无忧了 爱德华咬着牙说 你根本没必要做这些 我也不会领你的钱 父亲却自言自语道 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 是我的遗憾 不过你一定会比我幸福 爱德华愣了一下 但还是朝父亲大喊 以为你做这些 就可以抵消你的罪孽吗 父亲没有回答 岳出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担恋一枝花 岳出眨眨眼 却看到的都是爱德华的脸 做个梦你要被爱德华气哭 你真是中邪了两年 这是传来阵阵敲门声 岳出被吵醒才发现 是自己在做梦 开门一看原来是奥利维亚 他愿岳出一起去街上走走 岳出一听要去逛街 高兴地答应 走在大街上 奥利维亚告诉岳出 爱德华只有一半的吸血鬼血统 所以他不需要像血族人一样 频繁地进食 差不多一两个星期 近十一次就可以维持正常生活 爱德华从不杀人 他唯一的血缘就是我 岳出听了只夸你好勇敢 但是每周都要喂洗 你一个人怎么够呢 有时候你会吸取动物的血液 不过效力不足人血的十分之一 突然奥利维亚伤心起来 没想到这短短的三个星期 竟发生了这么多事 岳出一脸疑惑地看着奥利维亚心想 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了 我都要走了 不想被记恨啊 哎呀听说您要当新娘子了 真是恭喜啊 这里的水果您随便拿吧 这怎么行呢 您也不容易啊 奥利维亚小姐您太客气了 过去常常受你们家的照顾 地旁的岳出询问老板 这附近有需要画像像画的地方吗 哟这不是爱德华家的女佣吗 作为女佣你只需要照顾好你的主人 安守本分 之前在街上我可是都看见了 你勾引人家未婚夫 岳出在心中无尽的呐喊 我没有我没有 老板娘不依不饶地说 你这个吓人 怎么能让女主人提这么重的东西吗 奥利维亚还假惺惺地说没事的 结果包裹说我来吧 这是我应该做的 此时的叶出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原来奥利维亚叫叶出出来 就是想羞辱她 真是个有心机的女人 女佣穿上女主人的婚纱 竟显得格外美丽动人 那一刻千年冰山的爱德华 竟也动了心 叶出与奥维利亚来到裁缝店 奥维利亚请叶出帮她使一套婚纱 叶出内心是拒绝的 但终究抵挡不住奥利维亚的热情 与此同时 爱德华也来到了裁缝店 奥利维亚穿着精美的婚纱 站在爱德华面前 可爱德华并没有在意 而是向她抱怨起麻痹生意 买出太挑剔 当叶出换好婚纱出来时 看到爱德华也在很是震惊 但仔细想想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爱德华目不转睛地看着叶出 这让叶出有些尴尬 一旁的奥利维亚很是失落 看来你更喜欢叶出呀 爱德华惊慌地愣了一下 奥维利亚又笑着说不要那么紧张 我说的是衣服的款式 此时场上的气氛极其尴尬 片刻后爱德华才讲到 你这套很适合你 是吗 叶出那件你不喜欢吗 爱德华咬咬牙说不喜欢 奥利维亚顿时喜笑颜开地说 那就定下我这件了 叶出僵硬地站在原地 他的心很痛很痛 可他不知道的是爱德华他撒谎了 试完衣服准备回家 爱德华看着叶出竟拿着大大的包裹和篮子 不由地心疼起来 我来拿吧 叶出为了避嫌赶忙说不用了 这是我的工作 爱德华直接上前拿过包裹和篮子 并告诉叶出你的工作就是洗衣服 扫地不包括啃东西 最后叶出为了不当电灯泡 借口自己还有事 让他们先回去吧 回去的路上奥利维亚问爱德华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心撒了 爱德华有些生气地说 你应该很清楚 我俩是清白的 奥维利亚显然不相信 你看叶出的眼神都不一样 镇上的传闻也不会空穴来风 而且你一直在辩解 是因为你感觉到惶恐 不愿意承认罢了 爱德华有些不耐烦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夜初也准备离开这里了 难道你觉得我会是一个 沃恩敷义的人吗 奥维利亚抚摸着爱德华的胸口说道 那么 我希望你的心也不要被胖了 爱德华没有说话 因为他也没法控制他自己的心 三脚链的关系是最痛苦的 爱德华小时候被血足赶出家门 没办法的他只能以脱道为生 但幼小的他经常被老板抓住暴打 是奥利维亚救了他 并把他带回了家 但奥利维亚的父亲 却告诉爱德华 今后要对奥利维亚言听计从 就像使唤小狗一样 爱德华心有不愿 但为了活下去也只能听他们的 傍晚奥利维亚伤心的跟父亲说 要不还是解除婚约吧 虽然很不甘心 但如果爱德华真的喜欢夜初 我也愿意退出的 毕竟婚约这件事 也是您当初依养父的名义逼他答应的 奥利维亚的父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这个坏痞子竟然敢欺负我女儿 还鼓励奥利维亚不能向一个贱女人低头 遇事不能光想的退缩 要学会自己去争取 一旁的女佣也扇风点火的说 对呀小姐 只要让那个女人消失就行了 奥利维亚一听顿时慌慌 您不会是想杀了她吧 不行不能做这种事 而且夜初也准备离开 女佣依旧故意不饶的说 离开 他们只是不想在你眼皮底下脱情而已 小姐若是再软弱下去 就只有被欺负的份 并且还信誓旦旦的表示 这件事就交给她了 奥利维亚沉默地点了点头 另一边夜初正在拜托爱德华写些上信 去哪里都可以 爱德华听夜初要走 头也不抬的扮了一声 夜初愧疚地向爱德华道别 一直以来给你添麻烦了 爱德华调侃道 希望你在别的老板那里好吃懒做了 他们可没有脾气好 夜初一听小脾气上来了 哼谁好吃懒做了 而且你脾气哪里好了 真是自灵 爱德华看着气鼓鼓的夜初 他竟然扑得一声笑 夜初看到很是吃惊 接着爱德华笑着说道 我的大小姐赶紧去干活吧 夜初傲娇地说 大小姐表示不乐意 就在这时 奥利维亚和他父亲闯了进来 他父亲怒火道 我女儿还没嫁呢 你们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调起吗 给我打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给我打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夜初被两个女佣嫁了起来 夜初想辩解 但他们根本不听 爱德华喊着奥利维亚 但他却默不作声 奥利维亚的父亲 生气地羞辱着爱德华与夜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背着我女儿 做的那些脱筋摸狗的事 爱德华听了愤怒地说 请您不要血口喷人 奥利维亚的父亲 见爱德华还在狡辩 更加生气了 做错了事还不知悔改 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打到岔口为止 爱德华落吼着 你们敢动一下事实 女佣无视爱德华的话 并毫不留情地抽打着夜初 奥利维亚担心会出人命 急忙让他们住手 但女佣们却说 小姐 这女人可不会对你心怒 夜初趴在地上 痛苦地咒骂着他们 此刻的场景勾起了 爱德华又年被欺负的回忆 顿时他怒火中烧 眼神变得黑暗又犀利 但奥利维亚的父亲 一把拦住了爱德华 抓着他的衣领之味 你不能过去 你忍心再让奥利维亚伤心 我女儿可是用自己的血液 维持了你的生命 你怎么能对她如此残忍呢 爱德华一边推开他父亲 一边说道 大概您忘了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的 您不是也经常说我是坏痞子吗 爱德华走到夜初身边 一把掐住了那女佣的脖子 路口道看来我说的话 只听不懂 女佣的脖子都被掐红了 赶紧向奥利维亚求救 奥利维亚也喊着爱德华不要 爱德华才松手 并狠狠将她甩在地上 奥利维亚的父亲 见状懊恼地表示 是自己看走了以后 夜初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 但是始终站不起来 奥利维亚的父亲 还恶狠狠中嘛 看来这女人今后 只能趴着为止生气 但下一秒 爱德华直接将夜初背了前 奥利维亚见他们要走 叫住了爱德华 爱德华听下告诉他们 今天我帮夜初 不是因为我和他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而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就像当年那群人对我一样 令人心寒 当时我真的想把那些村民 全部杀死 奥利维亚一脸担忧地问道 难道你也想杀死我吗 相爱的二人不能在一起 是多么的悲哀 爱德华告诉奥利维亚 既然我的命是你救的 那么这条命任你处置 但你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爱德华背着夜初走在路上 夜初说了一声对不起 爱德华没有回答 走到人多的地方 夜初害怕再有人挑拨是非 急忙让爱德华放他下来 爱德华问夜初 你可以自己走路吗 夜初肯定地嗡了一声 爱德华只好将夜初放下 夜初扶着拐杖灿灿微微地走着 爱德华默默地在后面跟着 夜初边走边想 要是哥哥在就好了 就在这时 夜初突然口涂鲜血 保在地上 爱德华急忙上前抱住了夜初 但浓浓的血腥味 让爱德华有些难以忍受 他怕自己忍不住上去吸血 但看夜初如此痛苦 他还是强忍着吸血的欲望 背起夜初朝医院赶去 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 医生进外出出诊去了 爱德华只能先将夜初 放在单架床上 爱德华闻着自己身上那血腥味 心想确实也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 沾了点夜初嘴角上的血迹 尝了一下感觉味道还不错 就这样他扒开夜初的衣领 吸了起来 夜初疼得哇哇大哭 人家都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 爱德华急忙起身 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就是悲伤不起来 夜初委屈地喊着 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笑话吗 爱德华见夜初如此委屈 连忙温柔地问夜初 吸血有这么痛吗 夜初你别哭了好吗 这可是人家第一次被吸血 当然会痛啊 爱德华有些不知所措 急忙在那别脚的倒着歉 爱德华近一点太用力了 你这是什么声音 夜初与爱德华正在开心地逛超市 红色的招牌 红色的衣服 血红色让爱德华有些痛晕 夜初察觉到爱德华的不对劲 急忙问他怎么了 据说在评论区留下666 新的一年就在财艺国 爱德华叹了口气说 我可能是有点饿了 夜初一脸猛逼 那你想在这里 随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十一间 夜初害羞地拖去自己的外套 萧红的脸蛋看上去格外可爱 夜初有些紧张 爱德华安慰着说道 我又不是真的要吃了你 放松一点 放在 只见爱德华发迹一波咬了上去 美滋滋地引用了起来 小可怜夜初觉得太疼了 想要逃跑 爱德华却死死地拢着夜初 夜初娇羞地对爱德华说 太深了爱德华 轻一点啊 缠绵的声音引起了外面店员的注意 店员大惊失色 夜初有些受不了了 使劲推开了爱德华 委屈地说道 一点也不想受 好痛啊 爱德华有些自责 捂摸着夜初的小鼠说 对不起 能疼你 不过习惯就好了 毕竟你的味道很合我的胃 啊 你喜欢就好 那么 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吧 喂 之前也没见你这么饥渴的 爱德华 你好坏啊 完事后 夜初有些贫血睡了过去 他们出来时 与吃瓜的店员正好撞上 店员还热心地关心道 他没事吧 爱德华温柔地看着夜初说 没事 他现在比较虚弱 回家痒痒就好 就这样爱德华抱着夜初离开的超市 回去的路上 爱德华卡着熟睡的夜初傻笑 深情地亲吻着夜初 并轻声说道 小鼠新年快乐 在这里小朵也祝各位观众 新的营用 身体健康 好不保守啊 猥琐的医生 给夜初治疗 竟要求他脱光衣服 爱德华醋意打发 医生看着满身伤痕的夜初 惊讶地说 您的夫人 怎么被您虐待成这样了 据说在评论区留下 2022再见 2023 新的营用 我说不出口 赶紧试试 夜初心急地想抱爱德华辩解 却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不是的医生 他人这么体贴 怎么会打我呢 爱德华看着夜初愣住了 当夜初回过神来时 气氛已经很尴尬了 医生告诉夜初把衣服脱掉 我要给你检查 夜初有些害羞 也有些无语 医生健壮 安慰着说 不用害羞 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夜初撇了撇爱德华 害羞地说 爱德华你能不能先出去 爱德华轻声问了一下 就向外走去 夜初艰难地拉着衣服的拉链 受伤的他有些吃力 医生健壮 急忙说 我来帮你检查 爱德华听着顿时粗意大发 嘴里碎碎念着针尾锁 爱德华在外面交集 等待了十分钟后 医生一脸淡定地走了出来 告诉爱德华 您的夫人是因为肺部血管损伤 才引起了吃发性出血 我让护士帮你准备一些 口腹和外腹的药物 听完医生的话 爱德华急忙飞奔到担价前 夜初 没事吧 吓得夜初惊慌失措 急忙拿着衣服裹住自己 爱德华近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 询问夜初需要帮忙吗 可夜初一点也不惯着他 以免被把爱德华打了出去 看着心爱的人 在自己面前秀恩爱 是什么滋味 奥利维亚见爱德华回来了 急忙上前嘘寒问问 饿了吗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额肝和汇鸡 说着就拉着爱德华和他父亲 往餐厅走去 后天我就是你的新娘了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家人有什么矛盾是解决困的呢 走着走着 爱德华转头叫夜初进来 奥利维亚很是不高兴 但也急忙招呼夜初一起进来用餐 夜初吓都快吓死了 那还敢吃饭呀 微笑着说你们吃吧 我不饿 奥利维亚回答 那我们就不等你 夜初伤心地走在走廊上 内心十分自责 是我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是我的自作多情害了爱德华 只有自己是多余的 回到房间 夜初就开始收拾东西 他准备离开 离开前还差最后一件事 介绍信 爱德华拿着介绍信问夜初 这么着急走吗 现在已经晚上了 出门不安全 夜初面带微笑接过信告诉爱德华 没事的 我会小心的 爱德华还是想让夜初养好伤 再送他走 但夜初居已决 他告诉爱德华 不用了 难道你还想被那些人 骂我们是肩负淫妇吗 只有我走 才能自证清白 爱德华虽不舍 但思考片刻后说 他以后遇到困难 记得来找我 夜初却表示 我想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了 人渣也好 闹得败的也好 我只是不想你离开 如果这些爱德华都说出来 他与夜初的结局 会不会不一样 听夜初说再也不见 爱德华内心莫名的不安 外面倾吨大眼 正如他二人的心情一般 那么你有没有错过的人了 如果有 请把他的名字 说在评论区的 夜初一句 我该走吧 打破了沉浸 爱德华急忙拿着伞说 我送你 二人打着伞 穿过街道 夜初最后看了一眼爱德华 接过伞 并告诉爱德华多保重 就向眼处走去 爱德华站在雨中 看着夜初渐行渐影 他不禁回想起 和夜初的点点滴滴 夜初曾说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还说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还有第一次见面的舍命相救 他突然大喊夜初 夜初回头看着爱德华 此刻爱德华的内心独白 使人渣也好 道德败类也好 心里留下来 我不想你离开 可这些爱德华始终没能说出口 最后只说了一句 照顾好自己 夜初苦笑着说 快回去吧 你的未婚妻在等你了 然后便转身离去 爱德华站在原地 他默默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夜初 遇到你以后 我突然变得想守护一个人 如果能早些遇见就好了 夜初走后 爱德华辗转难眠 他拿着鸡血来到阳台发呆 小弟安慰道 老大 你要是难过 就把夜初姐追回来 爱德华傲娇地说 谁难过了 我只是有些故事而已 毕竟相处一个多月了 据说在评论区留下666的 新的一年就会财运功 小弟口直心快 直接戳破了爱德华 虽然不知道老大喜不喜欢夜初姐 但相比奥利维亚姐 你跟夜初更有好感 若要结婚 不应该和更有好感的人在一起吗 爱德华被小弟说得有些无言以对 但回想这么多年 如果不是奥利维亚一家 护养了我 我就不会活到现在 所以我不能那样做 小弟劝诫道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报答他们呀 爱德华忧郁地说 可他们什么都不要 他只想和我相守一生 小弟十分激动 那也不能排上你自己的一生啊 爱德华则一句到此为止吧 结束了这场对话 另一边的夜初 拿着介绍信登门却被告知 我们不给品行不端的人提供工作 夜初十分恼火 什么品行不端 请问我是偷了还是抢了 女管是大声呵斥着 做别人的情妇 还想在这里装无辜 没想到奥利维亚家到处诋 夜初被羞辱出门 无处可去的夜初坐在路边 他捕过着爱德华留下的尺痕 默默地思念着他 最后没办法的夜初 只好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星辰夜初数着自己的盘缠 心中想着 哥哥我到底怎么才能找到你 其实夜初的哥哥也穿越到了话中 而且他还是血足女王身边的隔离干脚 最后剧透了一下 夜初就要成为爱德华夫人了 奥利维亚家的女佣私下还在议论夜初 奥利维亚听见后 还知道他们告诉库布夫人 不要提供工作给夜初 奥利维亚只想和爱德华平静的生活 而且夜初多离开了 他相信爱德华不会私下再和夜初见面了 所以他训诫了女佣 告诉他们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不准再提 然后笑着说 我去找库布夫人告诉他这是一个我 明天我就要和爱德华结婚了 希望以后能多行善事 但女佣们觉得小姐一定是脑子瓦克了 尽帮助自己的情敌 奥利维亚走在路上 突然墙角冒出一个黑影 他似乎有什么阴谋 只见他挥舞着两米长的大木棍 朝奥利维亚打去 猝不及防的奥利维亚被打雲吻地 当奥利维亚再次醒来 他身处一间废弃仓铺内 他捂着自己的额头 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不记得 思考片刻后 他起身朝家走去 回到家 奥利维亚发现爱德华在等他 他问爱德华有什么事吗 爱德华疑惑地回答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拿婚纱吗 你忘记了吗 奥利维亚恍然大悟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那我们现在走吧 爱德华边碎碎念边朝大门走去 身后的奥利维亚突然脸色大变 他拿起桌上的刀子 大喊着去死 就朝爱德华次去 难道爱德华要领盒饭了吗 结婚前一天 新娘竟要谋杀亲夫 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什么 爱德华边说在门口等他边往外走去 奥利维亚看着爱德华的背影 突然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叫做他 杀了他 杀了爱德华 快杀了他 就这样奥利维亚拿起刀子 面无表情的挥舞着 嘴里还大喊道去死 爱德华敏锐地察觉到了威胁 转身一把抓着奥利维亚的手 惊讶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 奥利维亚仿佛变了一个人 一直重复着去死去死 爱德华不懂奥利维亚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难道你真的想让我死吗 奥利维亚恶狠狠地说这是你欠我的 你不是说你的命任我处置吗 爱德华急切地询问 你还在介意叶初的事吗 奥利维亚听到叶初的名字 情绪更加崩溃 别再跟我提他 你这个混蛋 奥利维亚用力甩开了爱德华的手 路吼着 你就下地狱好好反省吧 爱德华看着奥利维亚挥舞着刀子 他十分疑惑 这次他没有躲 奥利维亚将锋利的刀子刺进了爱德华的心脏 爱德华疼痛地捂住胸口 先去瞬间染红了他的衬衫 爱德华大口喘着粗气 心脏撕裂的疼痛感让爱德华瘫倒在地 他痛苦地问奥利维亚 为什么这么做 奥利维亚双眼空洞无神 他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声音 你早点死 我就不会再痛苦 奥利维亚跟着声音说着 爱德华虚弱地问着 只要我一个人死就可以了吗 奥利维亚黑着脸愣了一声 听到答复的爱德华一把将刀子拔了出来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爱德华失血过多晕死了过去 这时女佣走了过来 惊恐地说 小姐 你杀人了 奥利维亚愣在原地 慢慢地他的双眼 恢复了光泽 他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爱德华 惊讶又惶恐 不是我 不是我做的 他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脑袋 慌忙地跑出了家门 奥利维亚的父亲 看着奄奄一息的爱德华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怕爱德华日后康复 会报复他们 就命女佣勒死他 再偷偷运出去买了 爱德华回想着 刚才奥利维亚的眼神 顿时他明白了 奥利维亚是被人控制 据说在评论区留下发发发 寓意今年一令发发发忧 赶紧试试 他突然起身 一把拽断了白布 凶落地看着女佣说 你们小姐 他被控制了 快去找他 爱德华艰难地起身 缓慢地朝大门走去 跨上一缕射魂的爱德华母亲 感应到了儿子的威胁 急忙告诉爱德华的父亲 快去救他 另一边的夜出千辛万苦 找到了一份做杂役的工作 瘦弱的他正在河边打水 想着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他委屈巴巴的气球上天 如果能让我回到原来的世界 我一定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不调戏男同学 不讨渴 他抹着眼泪 突然听见有哭声 回头一看 竟然是奥利维亚 他告诉夜出 他杀了爱德华 夜出简直不敢相信 奥利维亚还说 爱德华死了 他也不想活了 说着就要跳河 夜出惊慌地询问 你们到底怎么了 爱德华亮亮呛呛地 寻找着奥利维亚 一处拐角 他和父亲正好撞见 父亲心疼地喊着爱德华 但爱德华依旧对他 没有好脸分 父亲告诉爱德华 你受伤了 我来帮你治疗 但爱德华一把推开了父亲 他宁愿死 也不愿意原谅父亲 他们又陷入了无尽的争承 突然他母亲的声音传来 爱德华我的孩子 爱德华这才平静下来 父亲边帮爱德华治疗 边告诉他 你的母亲虽然死了 但他化成了一笔射魂 只要找到合适的素体 就可以让他复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所以在这之前 你要保证你活着 治疗完后 父亲留下一句 照顾好自己就离开了 另一边 叶初紧紧拉着奥利维亚 劝诫道 你是不是疯了 爱德华可是吸血鬼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死掉 你先回去看看他呀 奥利维亚边哭边喊着 你快放开我 这时爱德华拽开了叶初的手 叶初看到爱德华还活着 高兴地关心他的伤没事吧 但爱德华却凶巴巴地问 叶初你究竟跟奥利维亚做了什么 松手 你能偷我了 你看不见活在就他吗 你老婆要为你殉情 爱德华被叶初凶的哑口无言 奥利维亚看见爱德华没事 一把扑进爱德华的怀里 对不起是我不好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爱德华则温柔地说没事了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然后又生气地问 是谁控制了你 奥利维亚预言又止 紫衣少女告诉奥利维亚 只要你杀了爱德华 就可以拜托控制 不然你就等死了 你告诉爱德华也没关系 凭他一个人对抗整个血族 想必他会死得更惨吧 奥利维亚怕爱德华冲动地前去寻仇 他抽气着说 如果你还接受我 就什么都别问我 叶初在一旁听着 他伤心地转头离开 奥利维亚叫住了叶初 向他道歉 刚才是我语气不好 多可有你在 不然我就见不到爱德华了 爱德华看着叶初 假刻了几下 超小声地跟叶初说了句对不起 叶初怒对到听不见 重新说 没经验的爱德华红着脸继续道歉着 叶初看着爱德华那可爱的样子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但看着爱德华胸口的伤 叶初不禁有些心疼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原谅你了 刚刚我救了你老婆 你是不是应该还我个人情啊 爱德华思考着说 你说吧 再给我写一封介绍信 务必要好好歌颂一下我高尚的品牌 然后送到西街304号的旅馆 爱德华疑惑地问 库部夫人对你不好吗 还是钱不够用 奥利维亚对他俩完全无视 他在一旁看着 仿佛爱德华和叶初 还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叶初傲娇地说都好着呢 但我就是挑剔 爱德华说 一会回去 先拿些钱给你 叶初一听高兴地瞄辩小黎妹 委婉地说那多不好意思呀 奥利维亚有些看不下去 他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并邀请叶初明天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叶初其实一点也不想去 委婉地拒绝着 但奥利维亚拉着叶初的手说 我是真诚地想邀请你 并希望得到你的注目 叶初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下来 小可怜叶初每天都辛苦地工作着 但女馆士还是经常挑叶初的毛病 不但给叶初家伙 还恪口叶初的工资 既然离下的叶初只能忍其吞声 回到旅馆 看着所剩无几的钱币 叶初躺在床上一边哇哇大哭 一边大喊着 爱德华你什么时候 才派人送钱过来呀 叶初哭着哭着就这样睡着了 爱德华和奥利维亚回到家 岳父看到爱德华还活着 急忙拉着爱德华道歉 爱德华面无表情地表示 你们好好照顾奥利维亚 我回去还有事要办 说着就要走 但岳父拉着爱德华说 有事也不经意一时呀 先让维亚帮你清理一下伤口吧 进屋后 爱德华擦拭着身上的血迹 奥利维亚跟在身后说 要不要我帮你 爱德华拒绝了 他生气地问奥利维亚 你不告诉我是谁控制你 是不相信我能保护你吗 奥利维亚看着爱德华的背影 他自责又无奈 因为紫衣少女说过 他不介意和爱德华同归于尽 奥利维亚为了不让那个公子 伤害爱德华 他选择沉默 他选择为爱德华而死 他抱着爱德华告诉他 我相信你 但是我更想让你平安 爱德华俯过着奥利维亚的手说 我会等到你告诉我的时候 从今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 奥利维亚他抽气着 这是我今生听到最动听的情话 爱德华却不太明白 你说的什么傻话 第二天清晨的教堂 夜处站在门口徘徊着 等了一晚上 爱德华都没送前来 再这样我就要流落街头了 既然邀请我了 那我为什么不敢去 勇敢点夜处 是时候我过去告别了 夜处推开大门 他与爱德华四目相对 并默默地送上了自己的柱 奥利维亚挽着步行 慢慢走向爱德华 在神父和众人的见证下 他们一起宣读誓言 夜处看着他们是多么般配啊 他知道自己该走了 就在此时 奥利维亚突然口吐鲜血 爱德华一脸猛逼 奥利维亚痛苦地看着爱德华说 没想到诅咒来得这么快 看来我只能陪你到这里 说完他痛苦地倒在地上 爱德华叫喊着奥利维亚 大喊着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夜处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他也十分吃惊 奥利维亚看到夜处来了 便灿灿微微地叫夜处进来 奥利维亚的父亲 竟直接叫人把夜处抓住 夜处吓得拔腿就跑 但还是被女佣逮得的正着 夜处被压到了奥利维亚的面前 爱德华怒火着女佣放开夜处 夜处看着奥利维亚 大家都有些尴尬 奥利维亚还在不断地咳血 他费力地拉着夜处的手 祈求夜处代替他嫁给爱德华 听到这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万分 夜处尴尬地告诉奥利维亚 我不能那样做 你才是他的妻子 更何况我不能嫁给一个不爱我 爱德华也急忙说着 奥利维亚你在说什么 我又不是物品 周围的来宾你言我一语地吐槽 让奥利维亚父亲的颜面扫地 也有说夜处是妻女 是情妇的 夜处心里也十分难受 他郑重地向奥利维亚道歉 并表示现在 只把爱德华当作曾经的雇主 自己也不会代替你来爱他 希望你们快点好起来 祝你们幸福 说完夜处就准备离开 奥利维亚看夜处要走 他跪在地上 拉着夜处的裙脚 夜处算我求你了 爱德华需要一个人 为他延续生命 在一阵阵骂声中 夜处伤心地离开的教堂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我死了就不会有人悲伤了 如果当初我拒绝了你 说不定你现在 也嫁给一个好人家 过着幸福的日子了 一个小男孩匆匆跑来 撞到爱德华摔倒在了地上 爱德华刚想扶他一把 就味到了小男孩手上的血腥味 他双眼发红 锋利的獠牙已经按捺不住了 爱德华已经很久没有进食 幸好小男孩灵机一动 哥哥 前面有个姐姐 可以帮人免费画像哦 这不是夜处的画风吗 果然是你啊 我不是让沃克给你送钱过来了吗 难道他忘了 我看是你忘了把亨 爱德华不好意思地说 这件事确实是我大意了 夜处教堂的事 你不要放在心上 是我做得不够好 才会让事情发展成这样 夜处低着头说道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毕竟对你们来说 我只是一个外人 我早就不在意了 突然一只弩剑 朝夜处急速射来 爱德华匆忙上前 一把抓住了某剑 夜处惊慌地喊着 竟然有人想要杀我 爱德华上前查看 却已不见贼人身影 但弩剑上却留有字条 想救沃克成北仓库剑 爱德华告诉夜处 我去救沃克 你先回去不要乱跑 爱德华愤怒地折断了弩剑 夜处看着爱德华离去的背影 担忧万分 不看着爱德华离去的背影 担忧万分 推开仓库大门 紫衣少女就给了爱德华一剑 只见爱德华一个优美下腰 成功躲避 顺势给出一击 门空女后踹 打得紫衣少女是连连后退 双方都咬紧牙关 究竟是会胜出呢 只见紫衣少女先发起了进攻 她挥舞着手中的大刀 砍向爱德华 爱德华面部改色 一手接过大刀 一手掐着紫衣少女的脖子 恶狠狠地说着不可要输 紫衣少女却笑了 你有种 但就算你杀了我奥利维亚 也活不过来了 今后你就在痛苦和懊悔中煎熬吧 你这个疯子 此时夜处赶来 看着汹汹燃烧的大火 她急忙叫爱德华筷子 紫衣少女看见叶初想对她不利 但爱德华是不会允许的 只见爱德华一见刺穿了紫衣少女的心脏 并面无表情地说道 三百年 你也活得够久 紫衣少女颤颤巍巍 明明是你先害死了我的主人 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你 你为这些人类卖命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爱德华冷冷说 去陪你主人吧 说完就体力不支地倒在了地上 叶初焦急地喊着爱德华 费了吃奶的劲 把爱德华带出了火场 歪 大哥你可是吸血鬼哀 怎么这么弱 对了 我记得之前奥利维亚是威胁给她的 为什么刚才没有想到 我渣 妈呀 好疼啊 来吧 快吃吧 喝了两口后 爱德华一把抱住了叶初 温柔地说着 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 叶初害羞地说 我没事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好啊 那你别动 你要干嘛 爱德华一把抓着叶初的脖子 顺势地吻了上去 可恶爱德华 好疼啊 你到底是有多饥饿啊 叶初紧张地攥着小拳头 片刻后 爱德华恢复了体力 连忙向叶初道歉 对不起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美味了 我没忍住 小叶初生气地发火道 干什么了 上一次被你咬的痕迹还没消 你就又 呜呜呜 爱德华捧着叶初的脸蛋 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味道了吧 叶初可没有被她的话给魅力 只见她慌张地遮住脖子质问道 你说什么呢 我是你的食物吗 早知道刚才在仓库的时候 就该让你自生自灭 爱德华却无比自信 静静地看着面前 生气的少女 不会的 你不会放着受伤的人不管 叶初先是红着脸愣了一下 意识到对方在夸自己善良后 便骄傲地抬起头表示 他不会就这样做的 随后拒绝了爱德华的帮助 坚持要自己回家处理伤口 可是就在他起身准备离开时 突然晕晕乎乎地摔倒 爱德华非常自责 一定是因为刚才吸她太多血 于是她脱掉外套 扯下一块衬衫帮夜出包扎 忽然 沃克激动的声音传来 我都看见了 你在夜出姐面前受惊大发 还把她弄哭了 爱德华淡定地抬头看向小弟 然后呢 原来你一直装睡 只见沃克捧着脸痛苦地回忆 我早醒了 你们一直打情骂俏 我怕我起身会破坏这气氛 所以动都不敢动 听了这话 爱德华小手一摊 做得好 沃克 这么有安全感的公主 打开门后 对爱德华露出莫名其妙的姨母笑 看来你就是他要找的 那个很重要的人 你们看起来很般配呢 听见这话 爱德华若有所思 重要的人指的应该是她的哥哥 毕竟对她来说 这个世界的任何人都不重要 在房东太太走后 她坐在床边守着沉睡的夜出 安静的房间不由地 让她回忆起刚才的失态 虽然吸血是她的本性 但身为猎人 对夜出却没有办法保持理智 还有刚才房东太太的话 竟然让她莫名地有些生气 最后经过一系列分析 她得出了一个结论 一定是因为自己 对食物的迷恋和占有欲 还非常确信地甜甜嘴唇 没错 就是这个味道 还想再来一口 刚好夜出这时候醒来 看见一个长着獠牙的嘴像 自己靠近 吓得顿时清醒连连后退 你别过来 你又想吸血了吗 被抓了个正着的爱德华 不知道如何解释 慌忙拿出诱人的苹果 派派在她面前 希望她能消消气 一看见美食夜出 就硬气不起来了 早上吃的东西早已消化完了 此刻肚子正咕咕叫 她懊恼地捂住自己 这不争气的肚子 委屈巴巴的小声说道 你好脚乏 虽然很饿 但也要软饭硬吃是不是 只见夜出凶巴巴的指挥爱德华 把苹果派放在桌子上 然后双手抱头退后 退到门口 再向后走 最后把门关上 随着冬的一声 她才长出了一口气 可怜兮兮地捧起 卖血换来的苹果派 跟看宝贝似的看着她 就在她迫不及待地开吃时 门又被猝不及防地打开 直接爱德华探头悠悠地说道 慢慢吃 水壶里有热水 不要总喝凉的 我明天再来看你哦 夜出张开的大嘴突然僵住 不可置信地回忆她说的话 不是吧 明天还来 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紫发少年受命抓捕猎人 而公爵的大儿子爱德华 就是猎人老大 被二儿子发现后 就将这件事汇报给了紫发少年 可公爵不知是怎么发现的 二儿子这天 刚到门口就被人控制住 公爵警告过她不要惹事 结果她还是去通报了伯爵 这让公爵非常生气 于是严厉地质问她 难道你想一尸二鸟 把你哥和父亲一起铲除吗 二儿子却大声喊冤 他只是去找伯爵喝杯茶 顺便恭贺他家关禁绝 刚说完公爵的巴掌 就扇到了他的脸上 你以为老子是傻子吗 还喝杯茶 给我长点心吗 拖下去关禁地 二儿子就这样被人拖了出去 嘴里还骂骂咧咧道 死老头 我到底是不是你轻生的 这时公爵被过身 眼神变得异常灵灵 伯爵不过是女王一时的蠢臣罢了 也敢动她儿子 大儿子爱德华现在也不好过 自从未婚妻死后 养父久不待见她 养父把女儿的死都算在爱德华身上 所以当爱德华拿上好酒来看望她时 他们在房间内大吵了起来 养父问起她有没有喜欢过奥利维亚 她给出了坦丁的回答 她喜欢奥利维亚 但仅仅是对妹妹的喜欢 这个回答令养父勃然大恩你 她为了你那么多心 你就只把她当妹 你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最终 她无奈地在骂声中退出房间 养父的最后这句话是她第二次听到 上一次是那个紫发女人 说她一定不会活太久 爱德华觉得他们说得对 自己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但自从遇到叶初后 她就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叶初摆摊那么多天 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有人专门请她为夫人画像 并且报仇相当丰厚 一听报仇叶初激动的两眼放光 收拾收拾东西就要上这人的马车 这时候爱德华也如约而至 刚好看见这一幕 急忙拽住她的胳膊担心地问道 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你就跟她走 可叶初不相信会这么巧遇上坏人 有些不开心地反问她 我当时也不是去来历不明的你家做女佣了吗 这句话给爱德华整不会了 便不再强制她下车 而是提出一起去的要求 以免碰到坏人 叶初看着眼前这个会吸血的家伙 心想你才是坏人吧 这是一旁的男人递出一张纸条 这是他们夫人的住址 不放心的话可以随时找他们 就在爱德华还在疑惑是否有这条街时 马车已经在这叶初迅速离开 叶初看向窗外 心想如果她坚持下 自己一定会同意她一起来 而且总感觉旁边的男人一直在盯着她看 这令她感到非常不安 于是找借口想要回去拿东西 却被男人果断拒绝 不可以 夫人可是一直在等你哦 然后男人捂住她的口鼻 她瞪大了眼睛心想不是吧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 再次醒来时面前出现一个风雨的老女人 自己的脚也被套上枷锁 叶初见过这人 她就是之前遇到的妈妈桑 只见这女人捏着她的小脸 嘲讽她在街头卖画的工作 假情假意的保证以后 让她衣食无忧 叶初誓死抵抗 可脚怎么都动不了 不禁懊悔没有听爱德华的话 现在逃是逃不掉了 只能静观其便找机会出去 爱德华害怕叶初遇到危险 便找到诱拐叶初的男人 一上来就把她揍了一顿 男人看到对方是吸血鬼后下的屁股尿流 连连求饶说出了地址 爱德华来到男人口中的地址后 却发现这里居然是妓院 这个帅气的吸血鬼来到青楼 只为了救下心爱的女人 叶初已经换好漂亮的衣服 被这里的妈妈关在笼子 这时妈妈领来一个猥琐的男顾客 这个男人一见到叶初 就趴在铁笼上 笑嘻嘻地表示自己很喜欢 叶初看着这个男人泛起一阵恶心 谁知妈妈竟让他到里面体验一下 男人更开心了 对这里的服务非常满意 接着笼子被打开 叶初拼命呼喊不要过来 可男人不管不顾地伸出手 就要耍流氓 在慌乱中男子 突然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叫 只见男人痛苦地拱起身子 妈妈尴尬地问道 你还站得起来吗 男人疼得头顶频频冒汗 非常不耐烦地回对他 你说呢 死肥婆 接着叶初就挨了顿鞭打 爱德华听见动静赶来 一看被打的是叶初 气冲冲地抓住女人拿鞭子的手腕 爱德华坚毅的脸庞 很快让叶初安定下来 只见他把叶初挡在身后 对女人说 我要他 现在 无论多少钱 女人警惕的心 这才放松下来 原来只是个饥渴的客人 可是他已经被其他客人买了 爱德华只能等以后了 但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对爱德华来说都不叫问题 他又拿出几块金条给女人 这些就当做定金吧 连同那个人的违约金一起 女人看见这么多钱 就欣然答应下来 另一个顾客在金条面前 已经不重要了 但令爱德华没想到的是 还有验货这个步骤 女人看到他不好意思 还硬拉着他的手指引方向 叶初明白这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能出去 便闭上眼做好准备 就在这时爱德华 睁开紧闭的双眼 看见了叶初胸口的血 顿时兽性大发 将身后的女人 一巴掌推开 朝叶初的胸脯咬去 这个吸血鬼 又趴在少女身上 原来只是因为 要躲避老宝的怀疑 少女以为他又要吸血 可是并没有感到疼痛 才明白过来 爱德华是做做样子 于是闭上眼睛乖乖配合 让老宝以为 他们很享受的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瞒天过海逃出去 但就算是演戏 爱德华的近距离接触 还是会让他面红而吃 在老宝走后 爱德华离开叶初的胸脯 他干净嘴角的血液询问道 应该没有那么痛 叶初眼神闪躲 不敢看面前这个男人 小声地回答了一句 而后爱德华 又故意贴近叶初 盯着他害羞的脸庞 挑逗似的问道 你的心脏挑得好快 身体也变得好胖 是不是 还不等他说完叶初 就一脚给他踹飞 明明你的脸红的 就像猴子屁股 有什么资格说我 爱德华好不容易直起身 脸上还留有叶初的鞋底 叶初的话 让他一点不可置信 我的脸红了吗 我确实是因为血才扑上去 但并不是因为饿 而是想拥抱他 想亲吻他 爱德华阴沉沉地 对着铁龙面臂思过 他诧异自己 竟然对他有这么龌龊的想法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只听后面的叶初 在担忧地喊他 小哥哥别走啊 这个少女差点就被卖给有钱人 幸好被这个吸血鬼解救 可就在快要出去时 老宝喂给少女吃的 要突然发挥作用 据老宝说 这个药会让人腹部剧痛 全身浸缆 叶初痛苦地躺在地上 看爱德华一人对抗那么多人 他大喊着不要把他筷子 这时红衣小不点再次出现 他虽然年龄小但懂得却不是 一看这情形 就知道老宝又心中作浪了 这时候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要救他们 他小小的身体挡在爱德华身前 乃兄乃兄地朝老宝怒哭 他可是公爵的儿子 你们惹不起 爱德华从来没对外说过 自己的父亲是公爵 他不明白这小鬼是怎么知道 老宝仔细回忆了一下 还是想不到是哪个公爵 小不点想提醒他 却发现自己也忘了 身后的爱德华 告诉他是布兰克公爵 听到这个名字的老宝瞬间损了 眼前这男人确实与公爵有些像 要真是这样就麻烦了 可他到底是个精明的人 得把女孩留在这调查清楚 如果他真是公爵的公子 立马就把人给送过去 但如果不是的话 哼 于是他放了爱德华 将叶初以契约的理由困在这里 小不点看出了爱德华的为难 便宽慰他 我有办法 放心 叶初也表示 老宝只是想利用他赚钱 不会轻易杀了他的 爱德华只好放下叶初 回去另做打算 与小不点一起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他得知小鬼并不知道 他是公爵的公子 只是觉得向所以才瞎说 小鬼还告诉他 他的长姐就在里面工作 知道那里的一切安排 只要确认下老宝的行程 再摸清楚一条逃生路线 应该没有问题 爱德华感恩地摸摸小不点的头 更多的钱来提叶初熟身 却被管家以身体不好 不能接待为由 将他挡在门外 他被灌了一种 能让人将内心真实欲望 展现出来的药 在短时间内能变得生猛无比 被打扮得性感艳丽的他 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虽然上次爱德华 给了老宝很多钱帮他熟身 但谁知老宝做人没有一点诚信 将叶初又卖给了 出价更高的男顾客 并把爱德华挡在门外 因为他查出公爵唯一的儿子 留在封地处 并不在这里 爱德华也不跟他继续扯 毕竟自己是私生子 别人查不到也正常 眼下救人要紧 被人拒之门外的他 决定另提西径 从墙外翻进去 房间内 男人色眯眯的将 叶初扑倒在床 而叶初留着眼泪祈祷 爱德华快点来救他 男人看着少女绝望的脸 更加得意 不还好意的说 还是认命吧 不久后 爱德华终于翻进 叶初所在的房间 却看到了让他 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幕 男人鼻青脸肿地 紧紧抓住吊灯 嘴里不停喊着救命 就好像下面 有着吃人的老虎一样 可下面的不是老虎 也不是狮子 正是打扮性感的叶初 叶初凶猛地 对天花板上的男人吼道 你叫破嗓子 也不会有人救你 你认命吧 这下轮到男人绝望了 他哭得呼天呛地 心想这死肥婆 到底给他为了什么 接着他 就被叶初用力地拽下来 趴在地上摔了个狗尸尸 由于要效太猛 叶初有些支撑不住 脑袋晕晕地快要摔倒 幸好被一旁观摩的爱德华接住 可叶初一看见他 就直接吻了上去 爱德华双眼瞪得像铜铃 心想 这难道是他对我的告白吗 这个少女主动亲吻眼前这个男人 并将他扑倒在床 不禁让身下的爱德华小鹿飞飞 只见爱德华傲默地低下头 为自己握住的想法感到羞耻 叶初却不依不饶地问他 刚才感觉还好吗 没想到对方用生理反应 做出了最真实的回答 爱德华的鼻血不受控制地喷涌一出 只好将头扭向一边 尽量不看这个诱人的小邀请 叶初见无人回答 就一脸担忧地叮起他 你不说话是生气了吗 等来的却是男人不断接近的你 你这样是会让人犯罪的哦 随后一手揽过少女的肩膀强吻起来 叶初也乖乖迎合 两人在暧昧的气氛中 吻得非常忘了 此时爱德华 才明白被他所诱惑的 不仅仅是血液 还有另一份感情 将他扑倒后 又夸坐在他身上 无论他怎么劝说叶初 就是不愿停下 这是令爱德华没想到的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没想到你还有另一面 但这里不安全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是房间里的另一个人 忍不住发话了 不许碰我的小甜点 我花的钱 今晚我才是他的主人 可还没狠过三秒 就又挨了爱德华一拳 本就被叶初揍花了的脸 现在又多出一块伤痕 他非常气负 本着我难受 你也别想好过的心理 他告诉了爱德华真相 别做梦 他只是被老保卫错了 要情绪失控罢了 你不要以为 他是喜欢你才这么做的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得知真相的爱德华 看向怀里 正撒娇的叶初 心里五味杂陈 有苦说不出 真的只是因为 吃了药的缘故吗 明明刚刚 他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还以为已经和他 坠入爱河了 喜欢的人 也喜欢自己是什么体验 爱德华从小鬼的姐姐 口中得知 叶初吃的药中 含有曼陀罗根的成分 这种药可以让人说出真话 只见爱德华紧锁的眉头 终于舒展 原来叶初的内心 一直渴望着他 他开心的道谢后 就抱着怀中的人离开 可是吃了药的 叶初异常抗补 不仅闹着要回爱德华的家 还非要与他同睡一张床 然后二人就以这种姿势 谈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爱德华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 叶初生气的质问他 这是什么情况 爱德华急忙解释 是自己把他救回来了 可对方根本就不信 送他回来 为什么不送他去旅馆 而是把他送到这 还是衣冠不整的模样 爱德华慌张地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趁人之危 还帮他回忆了一下 回家路上发生的事情 但忌愿的是 还是被他隐瞒了下来 因为不想让对方太涉及 叶初听完后害羞地捂着脸 确实是自己误会他了 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会是自己昨晚 做了什么更奇怪的事 就在他努力回忆的时候 头顶突然出现的大手 把他吓了一跳 爱德华轻轻地对他说 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 洗瘦一下 我去给你做早餐 叶初看着他的脸恍惚了一下 这种感觉就像是恋人一样 他陷入一片混乱 是不是自己昨晚 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 就在爱德华准备早餐时 有人带来了一个消息 叶初的哥哥找到了 本来这是一桩好消息 但在接到消息的那一刻 他却在担心 如果被叶初知道了 是不是就会立刻离他而去 他已经能够确定 喜欢的人也喜欢着自己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找到了叶初的哥哥 这也就意味着 喜欢的人将会离他而去 但无论结果如何 爱德华的问题砸猛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对方又握住他的手 认真的说 我可能是喜欢上了你 可以叫我看看吗 这么直白的表白 让叶初不知如何是好 只见他浮额沉思 爱德华之前那么喜欢未婚妻 这么快就一清别恋了 难道是想吸本宝宝的血吗 于是他疑惑的 问爱德华喜欢他什么 可对方却答不上来 果然如他所想 这男人就是想骗血 被误解的爱德华 试图证明自己 激动的牵起他的手 放在自己胸前 并且告诉他 消息是否可靠 却对他的表白 不做任何表示 爱德华有些窘迫 果然哥哥 才是他最重要的人 就在这时门 突然被人踹开 来人气势汹汹地 指控爱德华的罪行 说他涉嫌杀害济管的男人 接着他就被带去 一个阴沉沉的密室 面前坐着一位长发男人 只见男人来到尸体旁说道 你昨晚在济管 杀了一个最不该死的人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爱德华自知没有杀害此人 这明显就是有人 想栽赃家伙 目的是为了逼他 让出猎人领袖的位置 见爱德华不承认 他还带来了证人 而所谓的证人 居然是帮助他救人的姐姐 昨天还在寄管 合伙救人的女仆 现在却站在了他的队里面 女人战战兢兢地 控诉爱德华的罪行 说他不仅强迫自己带路 还亲眼看见他杀了人 长发男人听了这话 就拿出工具让他自裁 爱德华看出对方 是基于他领袖的位置 才涉及陷害 便表示自己 没有兴趣参与权力的争夺 没想到对方更加得寸进尺 非要他承担 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爱德华生气了 只见他的双眼心红 仿佛变了一个人 而后以飞快的速度 冲到男人面前 将他重重地摔倒在地 男人被这惊人的力量吓坏了 于是高高举起 能够制裁吸血管的十字架 你这是叛变 我会向上级告犯 可爱德华丝毫不畏惧 冷酷地说 他只知道死人是不会说话 男人一听 顿觉大事不妙 就算要死 也必须拉个垫背 于是他把女仆拽到跟前 将锋利的十字架 扎进女人身体 幸好爱德华 及时上前一把推开了他们 男人看着眼前 强大的吸血鬼迹 愤怒又害怕 痛苦地质问 他为什么变得跟同族一样 爱德华俯身坚定地回答 因为只有变得强大 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 没想到这句话 让一旁的女仆误会了 女人红着脸心想 他想保护的人不会是我吧 这里的一切解决后 爱德华背着女仆回自己家 因为老宝已经知道昨晚的事 如果找到他的话 一定会把他杀死 所以只好先避避风头 女仆趴在爱德华的背上 不禁甜甜地想 他人真好 明明是我做了假证 却不和我计较 还带我去看了医生 如果能嫁给他就好了 家里夜出忧心忡忡地 窝在沙发里 他已经在这里等候很久了 当他听到脚步身后猛的精神 之后赶紧跑去开门 可看的却是爱德华 背着另一个女人的画面 早上还跟他表白的男人 现在却带着另一个女人回家 爱德华就在夜出 错愕的眼神中 将女仆背进房间 并命小弟 找个安全隐匿的旅馆 让他养伤 一旁的夜出心里不平衡了 自己担心了他一天 现在他却要帮别的女人 找安全隐匿的旅馆 这个花心的大萝卜 到底想干什么 这使女仆 养起飞红的小脸笑叶如花 甜甜地对爱德华说 你真贴心 这个画面令夜出 想到了他的前妻 当初他也是这样 对奥利维亚无微不至 难道他对所有人都这么好吗 想到这个夜出 便气愤地离开了这个家 爱德华见状追了出去 抓住他的手腕询问道 你这是生气了吗 绝强的夜出立马否认 随后他又解释 自己会帮助那个女仆 是因为他帮了大忙 如果没有他 昨晚的救人计划 就不可能那么顺 可夜出什么都不记得了 依然在为他带女仆 回家的是生气 爱德华无奈地 看着少女生气的脸说道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吧 只见他吞了吞口水 随后将夜出的双手禁锢 把他逼退到树边 来了个树冬 夜出既震惊又生气 不敢相信自己的初吻 就这么被夺走了 爱德华又贴近他的脸 邪昧地说 初吻吗 可惜昨天就不在了 这时夜出的脑海中 仿佛有一阵电流穿过 爱德华看着失神的少女 又红着脸挑动 还要继续回忆吗 昨晚你对我做的 可不止这些哦 此时夜出沉睡的记忆 开始一一涌现 他害羞地捧着脸 解释自己是因为 吃错了药才会失态 却没想到爱德华 毫不留情地将他揭穿 可那是让人展现 内心真实欲望的药爱 没想到坏人的一粒药 竟让夜出吐露真心 也让爱德华 明白了他的心意 所以爱德华 直接对夜出发起树冬攻击 并毫不避讳地说道 你喜欢我吧 不然怎么会对一个男人 做那种事 他口中的那种事 是指昨晚将他扑倒后 又抢吻他 夜出听见这话羞红了脸 低着头一言不发 心想这家伙根本不懂女孩子 竟然这么咄咄逼人 但他又不好意思 反驳只好洋装生气 缓解尴尬 将爱德华一把推开后 愤愤离开 边跑边喊 别跟过来 你自己一赢去吧 可没想到本来就很尴尬的他 又被一个大石头绊倒 这下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了 只见爱德华 像抱孩子一样抱起他 非常认真地说 以后 这就是他们的专属姿势 夜出觉得这个姿势 非常一言难尽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挣扎都是徒劳 他只好被这样抱着走了一路 到家后 爱德华一改平时的冷酷 热情地帮夜出 托丝袜处理肿胀的脚踝 他的脚被人摸来摸去 虽然很羞耻 但不得不承认还挺舒服的 看见他一脸享受的表情 爱德华问道 这样会有感觉吗 夜出反应过来 自己没控制住表情 之后 便像个木头人一样乖乖定住 这时爱德华 爱德华又重复了一遍早上的问题 愿不愿意与他交往试试 夜出凌乱了 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哥哥 一边是喜欢的男生 他有些不知所措 便表示自己需要再观察观察 对于昨晚自己的行为 他也会负起责任 爱德华开心地回答一言为定 一旁的女仆见状不满地想 这俩人是故意做给他看的吗 为了就这妓女工作都丢了 还要被老宝追杀 现在又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他们都应该付出代价 爱德华已经名草有主 这个女仆却非要插足 见目的没达成 便打算用巫术报复 这天深夜 他只身来到巫婆家里 将在妓院顺走的镜子 递给婆婆后说道 这是您之前一直想得到的东西 我记得您说这东西 可以做法器吧 巫婆接过铜镜 又将手里的法器转交给女仆 是一瓶紫色药水和一张皱纹 据说他们可以帮他实现愿望 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后 他满意地回到爱德华的住处 寻找可以报复的机会 此时夜出安心地睡在爱德华的床上 他抱着被子猛吸几口 一股香味传入鼻腔 不禁让他感叹爱德华果然骚起 墙外 一个戴眼睛的紫发少年 正紧紧盯着这座城堡 在这之前 他已经与爱德华的父亲达成一致 当爱德华送到一次元世界 这样就可避免再受人追杀 少年陌生的身影 在深夜显得格外可疑 很快便引起了爱德华的注意 只见他迅速拔刀 冲到少年身边 可是 在见到少年真面目后 他愣住了 眼前的人 正是夜出的哥哥夜华 少年好奇 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 爱德华一边带他回家一边说 自己不仅知道他的名字 还知道他所有的喜好 就在少年感叹爱德华的情报工作 如此优秀之时 爱德华试探地开口说 自己的恋人是夜出 也就是他的妹妹 少年听到这话愣了一会儿 随后严肃地说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睡梦中的夜出 听到熟悉的声音后 跑了出来 扑倒在哥哥怀里大声痛哭 少年也顺势懒夜出入怀 不停地向他道歉 失踪几年都是自己不好 以后就待在哥哥的身边吧 听见这话的爱德华猛的一机灵 这怎么能行 情敌是大舅子 是什么体验 这对兄妹 在经历长达几年的分离之后 终于在这天晚上相聚 夜出抱着哥哥 留下了幸福的眼泪 哭着保证以后会看劳哥哥 不会再让他跑掉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可有人却在默默发愁 因为好不容易追到手的姑娘 眼看就要留不住了 在哥哥要求夜出跟他回去时 夜出却被爱德华一把拦过 这么晚了怕是不太方便 不然你留宿陪着他吧 苗董的哥哥 只好礼貌鞠躬道别 可刚一转身身后的夜出 就哭喊着不准丢下他 甚至连睡衣都不换就跟了上去 之后还不忘回头对爱德华说 你要照顾好自己 下次再来看你哦 只见哥哥服了服眼镜 一脸胜券在握的得意 这局面轻而易举的就拿捏住了 就这水瓶还想拐我妹呢 被丢下的爱德华整个人实话 没想到自己这么努力 心没留住 人也没留住 早知道刚见面的时候 就装作不认识他哥 然后大干一架 至少在呼欧方面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这时女仆突然从身后出现 贴心的为他披上衣服 还不满的指责起夜出的无情 可爱德华并不买账 冷酷的将衣服扯下甩回女仆手里 生气的说道 多余的话少说 多余的事也最好不要做 不久后 夜出到达哥哥的住处 正开心的分享着自己的奇葩经历 哥哥宠溺的拍拍妹妹的头说 以后怎么也要有个成熟稳重的人照顾你 这样性格才互补 夜出骄傲的说 爱德华就很成熟稳重 哥哥听见这话后 脸色突然阴沉 心想又是那傻小子 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 失联多年 再次相遇后 却发现哥哥变成了吸血鬼 这时夜出才得知哥哥消失的来龙去脉 自从哥哥喝下一瓶伯爵的血液后 他就经常出现幻觉 于是他就将这一系列景象画了下来 结果当血滴到画像上时 他就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就被转化成一个侯爵家的儿子 变成了一名吸血鬼 幸好夜出和爱德华生活过一段时间 哥哥变成吸血鬼 并不是那么难接受 第二天早上 爱德华找到夜出 邀请他一起参加狩猎竞赛 就在夜出转身准备跟哥哥知会一声再走时 却被来人揽入怀中动弹不得 爱德华注视着他的眼睛真诚的说 你哥才舍不得你离开 就让他睡个好觉吧 晚餐前我送你回来怎么样 夜出一脸乖巧的答应 说好了晚餐前回来哦 狩猎场上米勒夫人走来与爱德华寒暄 这是你的心愿夫人吗 长得好可爱哦 夜出慌张的解释自己不是 而爱德华在身后 什么都不说任凭别人的打局 带人走后才露出狐狸尾巴 他双手搂住夜出的腰说道 有区别吗 反正早晚都是 然后夜出就看见爱德华的脸 在慢慢靠近 于是他也闭上眼睛迎接这个吻 可感受到的不是柔软的双唇 而是从脖子传来的一阵疼痛 他居然又在吸血 夜出嗷嗷的叫声里的旁人驻足观看 射死的他只好捂住嘴巴 身后的爱德华 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个少年旁若无人地埋在少女紧窝 少女痛得嗷嗷直叫 路人还以为他们在亲热 便在附近窃窃私语 夜出羞涩地赶紧闭嘴 心想他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就这样过了许久 身后贪婪的嘴巴 才离开夜出的脖子 留下两道触目惊心的齿痕 吸完血的他瞬间精力充沛 只见他自信地擦擦嘴说 托你的福 这次一定能拿第一 然而下一秒虚弱的夜出就倒了下去 看着爱德华这嘚瑟的样子 他忍不住骂道 你是爽了 疼的又不是你 爱德华连忙向夜出道歉 并说要给他一个奖励 说完脸就向他慢慢靠近 既然这样 那夜出也不客气了 撅着嘴巴等待柔软的双唇贴上来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仅仅只是在他的额头小作了一口 他一脸不可置信 心想这就完了 这个小表情被眼尖的爱德华捕捉到 他竟然不怕死得继续火上浇油 你好像一脸的不满足 难道你 刚刚以为我要和你 话还没说完 就与夜出的拳头来了个轻易接触 这时比赛开始了 众人都希望能打败历届冠军得主的爱德华 爱德华也是信心满满 可是到了赛场 夜出看兔子可爱 看小熊也可爱 于是一下午的时间 最少有20只动物 在夜出的悲悯之心中逃出生天 结果就是爱德华没有取得成绩 举办者说 他们打下的战利品是用来易捐的 如果爱德华什么都没有的话 连那些贫困孩子的资助就会不够 这时夜出才知道这个比赛具有慈善性质 便责怪爱德华为什么不告诉他 身旁一个男人阴阳怪气的说道 以往都是奥利维亚陪同 不一定他都知道 夜出听到这个名字后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如奥利维亚 这个人多讨厌 居然在信任面前提前认的名字 夜出从猎场回来之后 就一直闷闷不乐 爱德华清楚他生性敏感 一定还在对刚才的事耿耿于怀 便掐住他的小脸逗他开心 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回头你哥要找我算账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救济会捐钱吧 夜出听见这个请求后有些惊讶 眼前的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包容我 可爱德华对他越好他就越自责 于是浅浅地回答了一句嗯 便又低下了头 偷偷溜出去的夜出 捏手捏脚的回家 却没想到还是被抓来的正着 哥哥毫不客气地批评 他这种偷溜出去的行为 还阴阳怪气地说过两天 是不是就打算和小情人私奔了 夜出装作头晕转身撤离 可身后那触目惊心的齿痕 刚好被哥哥看见 哥哥既心疼又生气 没好气地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现身 夜出听见这话羞红了脸 还没等他解释 哥哥又语重心长地说 爱德华身份危险 并且还与别人有过婚约 这样来说对你太不公平 还是和他分手吧 夜出虽然知道哥哥不喜欢爱德华 但没想到他会表达得这么直接 不过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 不能总受他人的庇护 他拉住哥哥勇敢地 对他说自己喜欢爱德华 如果现在的选择将来会后悔 那也是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哥哥看他态度强硬也没了办法 只好暂时松口 反正等时机一到 他们必定会分开 第二天一早爱德华带夜出 来到救济会 有了这些钱 就可以买很多棉麻 买了些蔬菜水果 屋内的女仆看见他穿得这么好 有些愤愤不平 凭什么我要委屈自己成就别人 要不是自己 他现在还在寄管接客呢 现在居然就要成为这家的女主人了 等着瞧吧 因为恋爱太过甜蜜 竟遭情敌报复将他变成小孩子 夜出在厨房准备午餐 爱德华欣慰地想 他正在为了玩努力改变啊 谁知夜出下一秒就开口 因为哥哥要来嘛 所以要好好表现一下 爱德华顿时无语 这个男人怎么阴魂不散的 醋味浓烈的他把夜出推靠在墙 先让我尝尝好不好吃 接着手一使劲就把女孩抱到了桌子上 身体紧紧压着无处可躲的女孩 只见夜出慌乱的双手挡在胸前 红着脸提醒他卧客还在呢 卧客早已习惯 于是闭着眼推出了厨房 你们不用在意我 我这就消失 门被趴击一声关紧 夜出颤抖的手将在了半空中 爱德华看着紧张的他问道 现在可以了吗 夜出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腻弯 因为我想让你早点成为我的人 无论是深还是心 夜出本来就红的脸 现在像个熟透的大苹果 可是需要这么着急吗 一向冷静的爱德华此刻一脸迫切 我已经不想再忍耐了 那个男人到底还要霸占你多久 听了这话夜出扑的一声笑出声 这个幼稚鬼怎么连哥哥的醋都吃 正当他笑得花枝乱颤时 爱德华忽然揽过他的脖子吻了上去 可这次接吻他感觉到身体有一些异样 身体就好像被融化了 隔诚后的爱德华离开软绵绵的嘴唇坏笑道 你心里只能有我 记住了吗 可当他睁开眼却看到了无比震惊的一幕 夜出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小小的身体套在空荡荡的裙子里 原本修长的胳膊现在却变得肥嘟嘟 脚丫也短了整整一大截 怎么会这样 他气鼓鼓地推开爱德华 奶声奶气地吼道 你到底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 女朋友突然变成可爱的小宝宝是什么体验 夜出焦急地寻找破解的方法 可魔法书都翻遍了却还是一无所获 不知道是谁那么缺得完这种整骨 万一以后便不回来了怎么办 一脸慈爱的爱德华摸摸他的头安慰道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包养你一辈子 房间外面 这个整骨的始作俑者就在门口偷听他们的对话 女仆感到奇怪 这药水明明一般人都会致死的 他怎么还不死 这是一个男人威严的声音突然出现 你在这里鬼鬼祟祟地做什么 说完一把将他推了进去 并告诉爱德华这人一直在外面偷窥 爱德华这才恍然大悟 害叶初的人一定是他 此时公爵看见一旁小小的叶初 这女孩怎么有点眼熟 可是转念一想眼前的明明就是个普通的人类 而且就算当年那个孩子还活着 也不该是这个年纪 他走上前温柔地摸摸乖巧可人的叶初 却感受到了黑魔法的气息 不过看不清楚是哪种法术 便想让他们跟自己回领地 请顶级的魔法师来破除他身上的魔法 可是爱德华非常抗拒 拒绝与杀了他母亲的父亲接触 公爵只好又以让他与母亲灵魂相见为交换 爱德华用眼神询问身旁的叶初 叶初爽快地回答都听你的 你想去哪里我都陪着你 听了这话的他非常感动 将叶初整个人都抱在怀里 谢谢 不过你跟着我太冒险了 叶初一脸傲娇高冷地说道 没办法 谁让我这么倒霉看上你 身后目睹一切的父亲整个人愣住 原来我儿子喜欢又齿行的 过了好一会儿 这对情侣还没腻外结束 只是离家却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 父亲和坐骑无奈地在窗外等候 看见龙的叶初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惊喜地坐在龙背上 父亲则在一旁调侃式地提醒 爱德华 你可要保证我媳妇的安全 为了拐走这个男人的妹妹 爱德华竟让自己的下手 对他投怀送抱 房间内 两个男人在摆着烛光的餐桌旁 诡异地看着对方 一个女仆还在不停地翩翩起舞 此时沃克率先开口打破僵局 大部分都是我准备的 不知何不合您胃口 眼镜男站起身冷漠地拒绝 抱歉 我不好这口 告辞 说完就转身离开 眼看着计划快要失败 沃克急忙跑上前解释 您误会了 我也不好这口 是老大说一定要把你招待舒服 这样你就能认可他们了 可没曾想跑得太急不小心被门绊倒 好巧不巧扑到了眼镜男身上 这一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只见眼镜男揪起沃克的衣领一脸坏笑 你不是不好这口吗 那你脸红什么 为了你家老大连头怀送抱的伎俩都用上了 随后加重力度将男孩揪起来喝道 说 爱德华把我妹拐哪去了 沃克虽然害怕 但绝不会出卖老大 眼镜男只好掏出魔杖恐吓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面对这样两难的场景 沃克实在是欲哭无泪 这样不好吧 咱们可是亲家啊 此时这对小情侣 已经来到爱德华父亲的领地 变成宝宝的夜出 从怀里探出头四下观看 没想到爱德华是富二代监官二代了 那这不就变成霸道总裁爱上我了吗 到达楼顶后 父亲掏出射魂的法器 这里面有爱德华母亲的领体 身后小情侣一脸期待地 看着法器询问道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看见父亲一脸堆笑 寻求妈妈的原谅 夫人啊 昨天是我不对 我不该残爱花旗少女给你当素体的 你出来见见我吧 里面无人回应 一阵寂静之后 只传来一个干脆利落的滚 父亲再次陷入尴尬 慌张地解释 他们平时都是这么打情骂俏的 这个小孩子是他的女朋友 现在他们竟然要一起泡走 爱德华因为刚才见到母亲 而开心的得意忘形 不仅邀请叶出一起泡走 还戏弄他没胸没腰不需要遮掩 被轻松举起的叶出气愤的 小短腿一顿乱蹬 虽然极力反抗 结果还是被硬拖过来了 不过还好武装得很严实 爱德华光着膀子 露出自己的八块腹肌 对眼前的小女孩脸哄带骗 可叶出红着脸就是不肯下 根据他的经验 这个男人经常一言不合 就会干出违规的事 所以千万不能上当 直接爱德华撑着下巴 饶有趣味的挑逗 你这会儿倒是害羞了 刚见面那会儿 也是在浴池 你可是一直盯着我的身体 看了好久 既然现在已经是恋人了 我是允许你看个够摸个够的 说着就拉过女孩的小手 按在自己的胸大肌上 这个触感直接让叶出跪下了 小手从胸大肌一路滑到腹肌 他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感叹 老夫不行了 老夫投降 接着乖乖就范的 他就被爱德华拎到了浴池中央 洗头洗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可进城才到一半 弟弟扫兴的声音 从他们身后出现 大胆 竟敢善用本少爷家的浴池 爱德华不想与这个人 多言变战起身离开 感受到被无视的弟弟 有些不服气 上前拦住他们的去乳 你就是那个 我爹在外面生的野种吧 怀里的夜出感受到来者不善 伸出小拳拳赶他走开 却遭到了这人的挑衅和侮辱 这是你女儿 还真是可惜了这张脸啊 因为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玩物了 本来想稀释宁人的爱德华 听了这话彻底被激怒 他冷着脸自言自语 好些日子都没有猎杀吸血鬼了 只见他轻轻放下夜出 随后响起东的一声 弟弟的头就被深深地按在水里 还没等弟弟骂人的话说完 又是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水下的这张脸已经鼻青脸肿 他疼得呲牙咧嘴 竟然打脸 不可饶恕 接下来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简单的评为禁逼的他 直接使用大招 他居然发动结界将爱德华和夜出 困在了深潭之中 上一秒还在喜浪漫的鸳鸯狱 下一秒就被结界困在这深潭之中 爱德华急忙游到已经缺氧的夜出身边 却没想到他身上的浴袍被大水冲走 映入眼帘的是一副光溜溜的女人的身体 这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但现在不是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时候 他抱起缺氧的夜出吻了上去 哦不 是人工呼吸 得到缓和的夜出 对爱德华比了个双Q的手势 可爱德华已经筋疲力尽 现在正急需补给 作为回报 他也将手递过去给他吸血 浴翅旁弟弟正在跟美女吹牛 这时头顶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结界 居然被爱德华冲破了 正当他震惊于女人怎么被炮大时 爱德华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 鼻青脸肿的他 趴在地上悄悄放出狠话 砸碎以为我没大招了吗 可他嘴里的大招居然是给人跪下 只见他努力挤出星星眼恳求地说道 哥哥 我们可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啊 要是真的杀了人家 人家的小星星会痛的哟 可爱德华不吃这套 小星星 你有这个器官吗 随之就把他扔到天上 与月亮肩并肩 还以为是个王者 没想到是个青铜 结束战斗后 他们回到房间 已经变回成人的夜出 坐在床边闷闷不乐 因为刚才在水池里 被爱德华看了个精光 不过看他现在一副要死的样子 就允许他再吸一次血吧 听见这话床上 躺着的人一脸坏笑 既然是送上门的那我不客气了 原本虚弱的身体 此时却突然充满力量 将夜出猛地揽进怀里后 应笑道 比起手腕 我觉得你身体的血液 更有诱惑力 夜出不理解 难道不都一样吗 爱德华的手包得更紧了 那要品尝了之后才知道 这个少女被吸血鬼压在身下 吸血鬼非要在她的香肩留下印记 夜出拼命挣扎 爱德华将她的脸推开 嘴里还大喊着不要 那里不行 见男人这么执着 他又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 拜托不要在那么显眼的位置 面对着娇滴滴的哀求 爱德华心软了下来 那就如你所愿吧 接着他不安分的手游走在女人腰间 一个不留神腰带就被他迅速抽走 那么这里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 这个举动把夜出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 他惊恐地质问眼前这个男人 你想对老夫做什么 爱德华里所应当的说 当然是做让人害羞的事了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随后他捧起夜出 泛起红韵的脸上下摸缩 而且要是能在恋人那种美妙的地方吸血 岂不是幸福死了 但是在吸血鬼眼中很美好的事情 人类却认为很可怕 夜出看向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魔鬼 爱德华只好先冷静下来 难道是良心发现了 并不是 对方的反抗让他更兴奋了 不过他会考虑换个地方 于是他扛起少女纤细的小腿 心想这里的血应该也很美味吧 一股疼痛袭来 夜出忍不住紧闭双眼 难道以后都要试着学会习惯吗 听见爱德华心满意足的宝格后 他更难受了 这个杀千刀的混蛋只知道自己手 都不考虑他的感受 他气愤地站起来 用小拳拳捶爱德华的胸口 看着吵闹的他爱德华 连忙护住他的睡袍 亲爱的 你又走光了 眼下只需要一个素体 就能将妈妈复活 而最合适的人选 居然是自己的女朋友 他将女朋友夜出户在身后 愤怒地对提议的人说 妈妈肯定是要复活的 但我的女人 你们休想动他分毫 一旁的爸爸也是满眼杀气 对着手下狂怒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是禽兽吗 看把我儿媳妇下的 随后手下又解释 只是共用一副躯体 夜出不会有性命之忧 幸好他解释清楚了 不然这对父子 可能会把他抽筋扒皮 只是夜出因为 每天要承载两个灵魂 所以会变得虚弱无力 这就需要每天 都要进行爱的滋养 他们不明白 爱的滋养是什么 手下见兮兮地说 就是那个 你们懂得 显然小情侣 对这句话过分解读了 在一边不好意思地扭捏起来 当听到只是做全身按摩之后 两个人纷纷愣住 说话不说清楚 真是欠揍 最终夜出在众人的期待中 答应下来 夫人也成功复活 他一醒来 就揪起父子俩的脸 说道 你们两个自私的家伙 又来护活人家小女孩 这副凶巴巴的样子 绝对是夫人没错 可还没等爱德华 与许久未见的妈妈 聊会儿天 父亲不要碰夜出的身体 此时被打的弟弟 正跟祖父告状 不知道爱德华 使用了什么阴招 竟然能轻易冲破 自己那坚不可摧的结界 只见祖父目光 凌厉一副 胸有成竹的模样 他能变这么强 还不是因为喝了那女人的血 夜出根本就不是人类 单纯善良的 他居然是魔族之女 当年血族与魔族对抗 魔族王子 为瓦解血族势力 便设计引诱 血族公主凯琳娜 不久后生下一女 意识到闯祸的凯琳娜 试图解决掉这个恶 而孩子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 他下不去手 只好命埃里克处理 可没想到埃里克也于心不忍 不仅放过了小婴儿 还悄悄把他养大 而这名女婴就是夜出 现在她的身份 被爱德华的祖父发现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竟施法让她的血脉得到觉醒 体内强大的恶魔力量 使夜出彻底黑化 爱德华纹身赶来与老头对峙 却被一股洪荒之力猛地推开 他亮亮呛呛地走到夜出身边 小声询问 你难道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吗 当听到对方能喊出自己的名字时 他的委屈如同泄洪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质问的声音也随之提高 那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也要下地狱 听见这话夜出却不为所动 爱德华好奇地摆摆手 心想他不会真的是魔女吧 但他这么单纯善良 应该不会伤害别人的 刚才那种情况下失控也是可以理解 这次就原谅他吧 只见爱德华上前给了夜出 一个大大的拥抱 放心 我连浓缩版的你都能接受 暗黑版的我也绝对没问题 只要是你 就连脚脚我都觉得很可爱 被摸来摸去的夜出有些不悦 迅速闪开离他一步之远 爱德华欣慰地笑了 这才像平时的样子吗 就在夜出低头沉思 身份与种族有没有那么重要时 一个邪恶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你的使命就是送他们归西 就这样 沉浸在得意中的爱德华 突然就被夜出扔了出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又是冬的一声 夜出冲到他面前 将身后的强杂的粉碎 眼看下一秒 拳头就要落到自己脸上 他赶紧抓住女人的手腕 你这丫头疯了吗 中了什么邪 正是他下意识的这句话 让他反应过来 夜出一定是中了魔咒才会这样 那这就好办了 只见他懒过女人猛逼的脸 在一片混乱中吻了上去 喜欢的人黑化成魔女 他居然用接吻破解 却被失去理智的夜出当成色鬼 一拳头打在他的脸上 他捧着变成包子的脸暗自苦恼 果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不是说男主人轻一下就会变回来吗 这个方法显然行不通 但为了拯救恋人 他不能做事不管 只能再是试别的办法 只见他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 恢复帅气逼人的模样 对夜出说道 我只好来吸血了 听见这话的夜出直接抱走 血红的眼睛充满杀气 浑身的力量迅速集中到手中 形成地狱之火 看这样子爱德华真的离地狱不远了 一旁祖孙二人淡定地 看他们自相残杀 坐收渔翁之力 好在这时候爱德华父亲及时赶来 将失去自我意识的夜出用铁链禁锢 随后扔给爱德华一把短剑 让他去夜出的精神世界斩断邪念 时间紧迫父亲已经快要支撑不住 爱德华匆忙来到精神世界 却发现这个邪念面容焦好身材火辣 他拍拍脑袋告诉自己要保持清醒 眼前站着的可是控制夜出的邪念 绝对不能对他心慈手软 这时邪念朝他飞来 他握紧短剑调整战斗姿势 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来者没有攻击他 而是将他压倒在地跨坐在他的腰间 接着又捧着他的脸一脸邪眉 来吧 做些你喜欢的是 爱德华被挑逗的小脸通红 现实里的他也是鼻血流了一地 父亲担忧地不停喊他的名字 提醒他不要被那东西迷惑 再不抓紧夜出就回不来了 这个男人被女人压在身下 女人退去身上的衣服后朝他的脸靠近 来吧 做些你想做的是 他内心正痛苦地挣扎 因为他是来杀这个坏女人的 女人是控制夜出的邪念 但这个有着和夜出一样的脸的女人 对他来说有种莫名的诱惑 导致他手中的刀都拿不稳了 邪念看穿爱德华的小心思 又将衣服退了的金光紧紧贴着爱德华 不如让我留在这里 我可是比那个女人更加懂你的 你就忘了他好了 就是这么几句话 让爱德华本下不去的手突然朝邪念挥去 毕竟他有家族遗传的宠妻狂魔 说他女朋友的不好 不管是谁都得死 就在邪念错愕时他又补上一刀 并在耳边冷漠地说道 你终归不是他 不过你确实更懂我 随着邪念的消失 他也回到现实世界 被巴掌拍醒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家的初在哪里 夜出也已逐渐恢复意识 对爱德华伤痕累累的脸 他感到无比抱歉 他没想伤害任何人的 只是当时控制不住自己 他的痛哭法让爱德华安慰他起来 没事 我可是你难跳呢 你这辈子都要由我守护 随后又当着众人的面环抱住他 并在身后暧昧的耳语道 等回去以后我可要好好地惩罚你 就在这时祖父这个老头又搞小动作 表示为了家族要除掉夜出这个祸患 爱德华父亲冷笑 什么家族 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吧 此时夜出心里一股怒火无处释放 只见他奋力挣脱捆绑的铁链 突然身边燃起一团紫色火焰 并且直逼小老头而去 本就腿脚不利索的他更是无处可躲 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夜出大大的眼睛充满了无辜 自己的想象怎么成真了 难道自己真的是恶魔吗 一旁父亲也是捏了把汗 小恶魔的力量已经觉醒了 儿子以后就自求多福吧 这个男人露出自己的八块腹肌 让眼前的女人帮自己疗伤 女人怀疑他是以治疗为借口的耍流氓 转身就去找侍女拿药膏 却被爱德华拽过来粗暴地扔在床上 看着体力悬殊的男人他只好投降 表示自己愿意献血赎罪 而爱德华却觉得谋杀亲夫的仇 只让他献血不够过瘾 所以又心生一计 他告诉叶初犯了罪的天使会沦为恶魔 并且会携带强大的治愈力 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机会 试一下便知他是不是魔女 叶初显然是信了爱德华的鬼话 睁着圆圆的眼睛询问他怎么测试 只见爱德华袒露胸脯向他缓缓靠近 笑容里掺杂着不还好意 把我伤成这样你多少也要拿出点诚意吧 舔尸下伤口看看能不能愈合 叶初汗颜 一顿心理建设之后 他忐忑地闭上眼睛伸出小舌头 趴在伤口处倾填起来 但是伤口并没有愈合 爱德华心想他真是太好骗了 不过可爱的样子真是惹人喜爱 他摸摸叶初的脑袋 表示其他地方也要好好治愈 叶初像想起来什么事的呵呵冷笑 随后猛地将他反扑在床 既然你想完 不如我们来点更刺激的 身下的男人被这强大的气场吓得头顶冒汗 他望了眼前的女人可是个小魔女 自己等会不会死得很惨吧 跨坐在他腰间的叶初面色阴冷 就在这时他感觉腹部的衣服被女人掀开 他瞬间警觉起来 这里不行 这个吸血鬼竟然也有被女友反攻的这一天 叶初的手在他的腹部来回试探 最终停在腰带的扭扣处 他目瞪口呆地看向裤裆 急忙制止女人的下一步动作以保真结 从来都不会主动的女友今天受了什么刺激 难道是自己的魅力让他迫不及待了吗 不过这种事还是由男人来吧 他凑近女人的耳朵咬了咬 叶初感到一阵酥麻发出娇羞的声音 这个亲密的举动让他突然想起爱德华今天的行为 面对勾引他的坏女人 他居然说那个坏女人更懂他 身为正牌女友的叶初自然是不服气的 勾引这种事他又不是做不到 爱德华这才恍然大悟 露出意味深长的一笑 原来他是吃醋了 生气的叶初想要下床离开 但爱德华怎么会轻易放过送上门来的食物呢 只见他挡住叶初的去路后一脸坏笑 谁允许你离开的 接着一把将他按在床上 叶初吃痛的叫出声 爱德华又挑起他的下巴认真说道 做好准备了吗 中途叫停可是没用的 随后叶初的衣服就被他邪恶的手指勾了下来 看着男人势必要把他吃干抹尽的样子 他不禁瑟瑟发抖 不行不行 这样会连扎都不剩的 就在爱德华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 脸上突然遭到的重击让他兴趣全无 叶初闪到一边大口喘的粗气 自己差点就被吃掉了 果然还是没做好准备 爱德华无嘴笑笑 说好的现身居然又跑开了 过来吧 我就猜到会这样 不过等我们回去以后我就不会心慈手软了 兄妹变成恋人是什么体验 叶初正安静地睡觉 爱德华温柔的眼神仿佛能融化冰雪 他默默不及上的伤口 自从叶初舔事过后没多久就愈合了 他果然是小恶魔 睡梦中的叶初梦见自己的小时候 他使用魔法帮助爱德华吸人血 结果被妈妈发现 将爱德华关了禁闭 这个嘴角有科治的女人就是爱德华的妈妈 也是叶初的养女 叶初被丢弃后使他们悄悄养大了 虽不是轻生却是她为几出 不然这天脸上有纹身的亲妈找到了她 从此滋养叶初的事情败书 由于养父母与亲妈的身份力量悬殊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亲妈强行带走 陷入梦魇的叶初浑身颤抖发出乌的身影 爱德华沉重地叹了口气 将她拥入怀中轻敏 乖 我会一直陪着你 可是过了很久 叶初还是没能从梦魇宗醒来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直接爱德华撅起嘴巴口齿不清地说道 你再不起来我要亲你 此时叶初突然有了反应 不要 放开我 放我下去 爱德华有些失望 她就这么讨厌我吗 随后沉睡的少女又说道 放开我你这个坏女 爱德华反应过来原来不是说她的 现在还有办法能让她醒来 就是有点冒险 只听见啪的一声 叶初睁开空洞的眼睛 随后对爱德华又打又骂 清醒后她说出这个奇怪的梦 爱德华觉得真是离子 她是恶魔而自己是吸血鬼 怎么会是兄妹呢 叶初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自己真的是恶魔 爱德华掀开胸前的衣服 原本伤痕累累的肌肤 现在已经完好露出 这足以证明她拥有强大的质疑力 也就是说她不是人类 而是一名恶魔 但是叶初在人类世界 有父母有哥哥 自己怎么会是恶魔呢 这是怎么回事 她怀疑自己的女友是恶魔 于是来找父亲证实 果然不出她所料 父亲告诉她 叶初是血族与魔族的混血 出生后就一直被视为祸患 就连她的母亲凯琳娜也想除掉她 善良的爱德华父亲 将她偷偷带回家领养 可最后还是难逃被发现的命运 凯琳娜愤怒地将孩子带回去虐待 之后爱德华父亲 为凯琳娜出谋划策 表示可以将叶初培养成在魔族的耳目 小叶初这才得以生存 可惜好景不长 凯琳娜败给了安娜女王 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惨死 而爱德华夫妇也被害得 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小叶初在这之后也失踪了 就在爱德华厅的入神时 叶华找了过来 一进来就质问她的妹妹叶初在哪 看样子是藏不住了 他们只好一行回去 马车内气氛异常的尴尬 叶初开口打破沉默 她好奇地询问哥哥 他们是不是亲兄妹 是不是大约五岁左右的时候 被抱过去抚养的 哥哥脸色突然变得阴沉 这都被你发现了 随后又诡异地凑到她的耳边告诉她 其实你是隔壁老王的孩子 可为什么公爵说 她是恶魔和血族的混血呢 哥哥怀疑她在胡言乱语 摸摸她的头感受她的体温 并认真的说道 你一岁的时候从床上翻滚下来磕破头 还是我给爸妈打的电话呢 然后又给她看全家福 这是在她三岁的时候拍的 夜初陷入迷茫了 明明梦到了自己是魔族的公主 现在身上还有魔力 这发生的一切都怎么解释 哥哥闭上眼不想理她 不用解释 你该吃药了 此时魔族的领地内 巫师告诉王子在血族境内 发现了魔族迹象 确定就是小公主的能量源 王子哈哈大笑 因为马上就可以找到强大的助力了 他命令手下尽快寻找小公主 证明手下心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如果能娶到公主 那么领主的位置也就有望了 男朋友和哥哥大打出手该怎么办 当下车哥哥就接到手下的通报 看他们神神秘利的模样 爱德华心生怀疑 夜华出现后猎人组织就遭到暗算和坑杀 这件事会不会和她有关系 可面对这个问题 对方却守口如瓶 这让她更加确信就是眼前的人干的 她捏紧拳头就要与未来小舅子拼个你死我活 幸好有夜初和沃克拦着 不然她的恋爱将会断送在自己的冲动之中 而夜华只是淡定回头 问她是否愿意放弃现在的一切 如果愿意的话 就去西郊的废弃村落附近找她 不过那里还有一个迫不及待 想取爱德华性命的女人 要过哪种生活可要想清楚 说完便扬长而去 她走后爱德华这一整天都忧心忡忡 因为沃克打听到猎人组织已经瓦解 到了晚上本该休息的时间 夜初被瓶子碎裂的声音惊醒 她急忙跑来传出声音的房间查看 却发现此刻爱德华正在喝闷酒 伤心的她向夜初倾土中肠 她恨血族 而组织正好给了她复仇的机会 这么多年来大家互相扶持 没想到现在竟然败在了夜华的手里 夹在中间的夜初进退两难 哥哥与恋人反目成仇 她选择了相信亲人 她认为哥哥一定是被女王所胁迫 而且在用另一种方式保护着爱德华 这不是爱德华想听到的安慰 为什么自己最在意的人总是帮她说话 心也永远想着她 夜初眉头紧促 不是这样吗 悲伤的蓝色瞳孔仿佛还要诉说着什么 但不知如何表达就又隐藏了下去 只见她退去外衣走向爱德华 接着在男人惊讶的目光中缓缓凑近 男人问她在用这种方式消除对她哥哥的恨意吗 她认真的解释道 与哥哥无关 她只是想证明她的心和身体都是属于恋人的 男人喝了酒而女友又这么主动 面对女友的撩拨 爱德华这次不会再让她逃跑了 于是她迎接柔软的双唇望我的接吻 这时夜初又问她想要吸血吗 爱德华自然是不会放过诱人的食物的 她张开大嘴露出尖尖的牙齿 在女人的腿上稀释起来 夜初疼得浑身颤抖 爱德华轻抚她楚楚可怜的脸颊 随后一把将她推倒 她清楚地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只希望对方能温柔一些 爱德华温柔地答应 那当然 你可是我最真实的人 从此两个人的灵魂便有了依托 都期盼着能与对方相伴一生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个圣洁之夜 第二天爱德华头痛欲裂地醒来 看到了桌子上的酒瓶以及枕旁的女人 她恍然大悟 激动地转身对夜初说道 你辛苦了 夜初摇摇头表示没关系 爱德华开心地捧着她的脸 那么我们也算是半个夫妻了吧 女人已经说不出话 只好害羞地点点头 爱德华在得到认可后一把将她扯过 那你的下半生就由我来负责了 接着又把她轻轻放下让她继续休息 而自己已经亢奋地睡不着觉 干脆起身去做早餐 她想起昨天的事就忍不住小脸通红 心想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老婆 或许也是心情好的缘故 做了非常丰盛的早餐 让沃克这个吃货垂涎欲低 饭桌上气氛轻松愉快 而爱德华却又想起了自己的组织 想起了夜华对她说的话 身旁的两人也注意到她的情绪 沃克看着老大忧愁的脸 心想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 突然冒出一个命中注定的新郎是什么体验 夜初出去采购的路上不小心撞到一个男模 她是魔族王子的手下 受命抓夜初回魔界 男模拽住她出言不许 甚至说是她命中注定的新郎 夜初愤怒地抽回胳膊 警告对方自己是有家事的不要打她的主意 男模瞬间明白她有问题 那就只好先帮她净化再带她回去 夜初使用魔法吓退这人 男模确实是被吓到了但却毫发无伤 他拍拍胸脯喘了口气 接着又追了上去掐住夜初的脸 身为魔族公主就这点伎俩真是丢足人的脸 而作为本王未来的妻子 我真是该好好教你怎么顺从本王 夜初拼命呼喊爱德华 就在男模嘲讽他喊的人在哪里时 爱德华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威严的表情让人站立 把你的脏手从我女人身上拿开 男模一脸无所畏惧地询问道 你就是让他堕落的男人 话音刚落就听见砰的一声 爱德华冲过来给他狠狠一拳 关你什么事 他被掐着脖子无法动摆 属于吓风的他便悄悄吸食爱德华的魂魄 爱德华痛苦的表情让夜初担心不已 这时突然轰了一下 周围迅速被紫色火焰包围 男模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倒在地 在看夜初 他完全换了父母样 纯洁系现在已变成暗黑系 还恶狠狠对男模说 真是着死 爱德华看着自己的暗黑系老婆不由地打他 厉害了我的小恶魔 解决掉坏人后他又变回单纯的夜初 心想看来魔族的人也奈何不了他 于是转身对爱德华笑盈盈地说 以后要是有人欺负 我可是会让他生不如你 爱德华紧张地陪笑 这他哪敢欺负啊 秀恩爱死得快 这个道理在吸血鬼的世界从不存在 爱德华就喜欢秀恩爱 他一个大男人 此刻正抱着女友撒娇 夜初笑着让他不要闹 饭做好了快去叫沃克吃饭 这个场景让他有准 丰厚生活的感觉 美哉美哉 可去叫沃克的爱德华 正看着指头眉头紧簇 上面写着 老大 我去帮你向夜华问亲 让这件事有个交代 这家伙就这么一个人群 而且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他实在是放心不下 于是只能放弃美好的早餐 去部落寻找沃克 夜初不忍让他独自醒往 吵闹着非要保护他 这不独自的样子 令爱德华着实心动 但那地方极其危险 丢下一句撒娇没用后 就将夜初安置在家 昨晚的沃克找到夜华哥 他大意凌然地说 要帮对方摆脱女王的控制 却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他自愿的 原因就是为了权力 为了更多的自由 还有杀戮的快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大概再也做不成一家人 沃克失望了 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这个混蛋 此刻爱德华已经潜入夜华的房间 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大声质问沃克戴亚 夜华慢悠悠地戴上眼睛说道 我一直等着你 他之前确实找到过我 不过不久后就被戴那拟绝情祸 随后握住爱德华的手 在自己的脖子上割了一刀 并用坚毅的眼神告诉他 做戏一定要做得逼真 爱德华一脸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夜华又不冲到 拿我去做要挟吧 不许能交换成功 不过你也可能会命丧于此 他到底做了什么能让这么多人都想杀他 爱德华假装绑架夜华 将他带到戴那安娜女卷面前 一命比一命的条件赎回沃克 女卷看到来人却非常高兴 因为他已经找爱德华很久了 自从哥哥被猎人杀掉之后 他活下去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 能亲手干掉爱德华 而爱德华内心毫无波澜 想杀我的人太多了 你去后面排队吧 女卷劝告他不要把话说得太慢 随后刷的冲到他身边 却没想到被轻松躲过 对方又一拳将他打个退后好几名眼 这反应速度让女卷惶恐 这时夜华突然倒地 背后还有一道长长的口 女卷心疼的喊着他的名字 但其实这都是他和爱德华的计谋 因为他两边都不好插手 只能用装晕的办法 为爱德华争取逃生的时间 外面爱德华背着沃克杀骨重重士兵 但一一体百事 暂时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这时周围燃起紫色火焰 煞时间部落内哀嚎变地 原来是夜卓来就他了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老婆 夜卓飞到他身边做眼督 并用翅膀挡住身体后大吼 有什么冲了呢 然后剑真的就冲着他来 他嗷嗷痛哭的声音引来了哥哥 看着夜卓这么危险 他也顾不得装了 直接拿着剑冲到门外 嘴里还唾骂爱德华是个魂球 竟然让他妹妹做护队 一旁的护卫让他不要杀出去 否则就等于前功尽弃 他看着夜卓拼命的样子说道 我如果连最重要的人都守护不了 让那些虚名有什么用 就这样爱德华在夜卓的掩护下突出重围 背后的沃克此刻也醒了 他看着森林里的一片花海 对爱德华说 我好疲惫 如果能在这里长眠也好 这些胡话让爱德华更加气恼 于是质问他为什么要不生一人找叶华 沃克结结巴巴的回答 因为老大在乎 而且我觉得他并不是坏人 他其实是想让我们忍了他 他一直都在保护 说完沃克的头就再也没能抬起来 他们在前面跑仇人在后面追 就算有老婆这个小魔女保护 爱德华还是在乱剑中受了伤 女爵阴险一笑自以为大仇就要报完 却没想到爱德华的父亲 不仅放了他们还抓到女爵教训了一点 他的剑朝女爵的右手回去 这一剑你要还给沃克 随后又挥向左手 这是你设爱德华的那一剑 女爵趴在地上有些不服气 不能死 哥哥的仇还没报 他伸手努力去够地上的弓箭 可此时公爵的剑已经高高举起 这一剑很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安娜女王来了 顺从了那么多年终于装不下去了是吗 公爵的手被控制而动弹不得 他那么女王怎么知道这里的情况 这也是从女王身后献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自己的二人 看样子就是这个逆子在匆匆报信 女王冷哼一声 要不是看在你父亲的面上 你早就随你的主子凯琳那去 公爵也不示弱 只可惜你这女王位置也要做到头 因为即将取代你的人已经归来 另一边沃克已经没有呼吸 爱德华的眉眼间尽是悲伤 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 沃克为了他总是疲于奔命 现在为了他也命丧于子 但他只希望沃克能好好活着 其他什么都不用为他做 这一刻他竟然有些怨恨自己不是纯血红血 不然就可以转化沃克 他喊了句傻花后 就将沃克埋在这一片花海中 愿他去了天国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天使 夜幕 爱德华觉得胳膊一阵巨头 胸口也都是毒液的痕迹 说明伤口的毒液已经扩散了 还是没能让他有一丝好转 中毒的那只胳膊从夜初的肩膀滑落 然后晕倒在他的怀里 这么好的女朋友去哪找 爱德华中毒昏迷 夜初将他安置在一个山洞里 并且果断划开自己的手腕为他喝血 只可惜他的好心用错了方向 中毒难道不应该吸血吗 看着奄奄一息的男友他有些气氛 直接揪起爱德华的衣领说道 喂血也不行 到底怎么办才好 说好的对我负责保护我们 真是个骗子 外面狂风暴雨 两人只好在山洞里生火取暖 他看着爱德华安静的侧脸心想 只要你愿意醒来 多久我都愿意等 谁让我遇见的是你 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第二天爱德华还是没有任何好转 他只能起来为自己寻找食物 这时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真是让我好找 竟然躲到深山老林来了 他就是魔族王子的手下男魔 自从发现夜初是小公主后 他就一直盘算着利用夜初巩固王位 所以夜初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他毫不留情地将树上的人击倒在顺势接住 被攻击的夜初直接变身小恶魔 愤怒地从男魔怀里挣脱 男魔觉得这个女人不知好歹 便使用魔法把他教训了一顿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上前甩了他一巴掌 夜初一脸不可置信 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 仅仅是因为不跟他结婚 他就这么残忍伤害别人 接着迎来的又是男魔的一角 真是太过分了 此时爱德华不知为何开始浑身颤抖 但就是醒不过来 受伤的夜初毫无反抗之力 男魔将他抗在肩上说道 爱丽亚 我会锁你一辈子 此时爱德华待在山洞里进来几个士兵 其中一人拿着剑神色紧张 在发现爱德华中毒时他才放下心来 就是现在 他高高举起的长剑朝爱德华挥去 山洞内瞬间溅起一片血红 山洞内溅起一片血红 战无不胜的爱德华静落的这个地步 他虚弱地闭上眼睛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那对夜初的承诺要怎么办 听说人在将死之时会回忆这一生 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这一天 凯琳娜公主的士兵破门而入 近来就让他们交出爱丽亚 否则就把他们一家人都杀掉 这个与夜初极其相似的小孩就是爱丽亚 她是凯琳娜公主的女儿 两个小孩从窗户逃走寻找爸爸 士兵们的穷追不舍让他们筋疲力尽 爱德华打算一人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这样爱丽亚才有机会逃走 当他来到瀑布前却又被团团围住 眼看就要被抓走 身边突然轰的一声 一团紫色火焰打的士兵措手不及 是爱丽亚来了 爱丽亚稚嫩的声音此刻却无比坚定 一再拿我就再拿 可接下来又一个士兵朝爱德华冲来 他一个没站稳掉下了瀑布 爱丽亚急忙冲过去拽住他的手 完全顾布的身后这个男人 锋利的剑就要落下 又是一阵紫色火焰让士兵惨叫连连 爱丽亚不认识这个来人 但感觉他不是个善茶 不耐烦的语气让男人想起了凯琳娜 他慈爱地看着爱丽亚说道 还真的和你母亲有几分像 接着他看向爱德华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 爱是的家伙 你不配和他待在一起 忘了他吧 爱德华被他的魔法击中 就这样掉下湍急的瀑布 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现实里 爱德华不知不觉地被带到了安娜女王的领地 并遭受了所有能用的刑具 现在还上存半口气在 安娜女王却下令将他斩首示众 这是一旁的叶华提出建议 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 可以利用他除去朝中内患 安娜女王觉得这个注意不错 但他也隐隐察觉到 对方是在变相帮爱德华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叶华解释自己不敢拿自己的前途 和性命开玩笑 若是不放心 可以让他亲自首任 剩下被捕的猎人将功抵罪 安娜女王冷笑道 杀死同伴这方法倒是够狠 叶华看向爱德华的眼神哀伤 对不起了 只有活着一切才有可能 闭睁眼发现自己变成了别人的新娘 还睡在魔界的寝宫 南魔喊他埃丽亚 并要带他见父皇 他感到气氛又有些莫名其妙 表示对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兴趣 而且自己不叫埃丽亚 这些话激怒了南魔 南魔把他强行控制在床上 嘴里还阵阵有词 你身上的恶魔气息 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你逃不掉的 巫师说了你注定是我的新娘 只听见屋内转来啪的一声 叶华死死护住胸前的衣服 而南魔脸颊一片瘀青浮而沉思 我怎么突然变得心思手软 不是应该强攻下去吗 他站起身看着誓死不从的叶出 顿时没了继续下去的兴趣 于是转身命令守卫看好他便离开了 床上的叶出留下两行青泪 他想起了受伤的爱德华 爱德华还在煽动等着他 必须要让自己变强逃出这里 此时爱德华已经恢复衣冠楚楚的模样 面前被捆绑的人是他昔日的战友 他们曾经共同捕杀吸血鬼 现在爱德华竟然要置他们于死地 战友们不停地大声掳骂 试图唤醒老大的良心 自相残杀太有趣了 随后转身又对叶华说道 还是伯爵会玩 正如叶华所想 爱德华的这个举动成功取得了安娜女王的信任 安娜女王正好有些不想脏手的事情 便交由爱德华代劳 魔界的领地内 叶出被打扮的高贵优雅 面前的魔族王子目光温柔 我的女儿 许久不见了 而叶出也认出他正是梦中埃利亚的父亲 活了二十多年居然又多出来一个爸爸 这个世界还有多少惊吓是他不知道的 这个父亲为高权重 是魔族的王子 叶出借势告状关于南魔欺负他的事 还说南魔想利用他巩固王位 一旁的南魔气愤极了 上去就掐住他的脖子让他住嘴 父亲一脸平静地把两人拉开说道 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喜欢小打小闹 我回头会数落他 但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他的台就是你的不对了 叶出别别嘴对王子的做法感到不满 也为埃利亚感到悲哀 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 丝毫不为女儿考虑 时间来到小时候 埃利亚被魔族王子抱走 凯琳娜接到通报后拦住他们的去路 因为他知道魔族王子的阴谋 不过是想夺走女儿报复血族罢了 可王子铁了心要把女儿带回去 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让埃利亚心烦意乱 凯琳娜也表示多说无意 于是直接使用魔法进攻 可没想到王子竟用女儿当挡箭牌 小埃利亚受了重伤 不久后就在凯琳娜怀里闭上了眼睛 夜晚凯琳娜请来了巫师 为死去的女儿布下法阵 并用自己的血做引子 将埃利亚传送到另一个世界 此时她应该很后悔没有保护好女儿吧 希望女儿能在没有纷争的地方幸福地生活下去 就这样埃利亚被传送到人类世界 转世成为了夜初 现实里夜初惹怒男魔后就被关在铁牢 在这一刻她的委屈达到了顶峰 她朝男魔怒吼 我到底哪里招惹到你们了 非要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我 男魔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说道 如果奴隶敢对我大喊大叫 我早就了结了她 对你我已经够有耐心了 随后为夜初抚去眼泪 不过你这种表情看得倒是顺眼多了 她贵为魔族公主 现在却被关进铁牢 夜初抱着胳膊蹲在角落 思考到底怎么才能出去 周围都是铜墙铁壁 只有解决窗外的守卫才是唯一的方法 虽然她已经转世为人类 可她血族与魔族的能力已经觉醒了 说不定可以控制他们 于是她走上前盯着守卫的眼睛说道 去帮我把男魔叫来 不要惊动其他人 守卫立马答应了她的要求 不一会有人来了 夜初娇弱的躺在地上 再见到男魔后 她露出委屈巴巴的表情 如果我顺从你 你会对我好一些吗 男魔一改之前的蛮后 表示自己会看情况 随后夜初提出要去浴场 自己已经受不了这个脏地方了 其实是因为浴场离魔界出口最近 而且有理由遣散士兵 到时候她可以顺利开溜 男魔还是有些拉不下眼 便问对方这是在要求他吗 夜初的手扶上男魔的胳膊 不是 是请求 请你答应我 男魔邪魅一笑 为自己的操作案子得意 看来在这关上一夜还是有用的 不过你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接着他们来到进化之权 夜初表示自己要和男魔共狱 请附近的侍卫立马撤离 感受到异常的男魔质问 他这是为何 夜初拿出身为魔族公主的威言说道 难道你想被他们看到 你被我胖揍的模样吗 什么命中注定的新娘 不过是一个身份地位低微的皇子 想套魔王的女儿上位的老套布式 男魔怒了 你找抽是吗 说吧扬起手就又要扇他 夜初没在怕的 接住脸旁的手腕后 以极大威力的地狱之火将他打飞 掉进进化之权的男魔一脸不可置信 你怎么会 一夜之间 夜初捧着下巴一脸悠然自得 没办法 血统强大 岂是你这种低贱的恶魔能对付的 眼看打不过眼前 这个女人便又开始大胆琴台 你费尽心思逃出去 就是为了见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能给你什么 权力地位还是贵族的生活 夜初不屑 说的好像我需要你给我权力和地位 一个连爱都不会的人 不配拥有另一半 说罢就飞走了 去寻找他的心爱之人 哥哥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 但哥哥却背叛了他 女仆告诉他哥哥说服了安娜女王 让爱德华做傀儡将功抵过 夜初气愤地将台灯摔到地上 原来哥哥与女王早就认识 他坐在一张照片前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这么信任你 把你当哥哥一样 然而你终究不是我哥哥 那我就和你们来得鱼死网破吧 夜深人静 他独自来到藏匿爱德华的山洞 却只见地上干涸的血迹而不见人意 他不敢往坏处想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的承诺都还没有兑现 敢死一个看看 这时突然从身后传出一阵脚步声 他顿时警觉起来 是谁 小初 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是哥哥叶华 他是去夜初眼角的泪说道 放心 爱德华没事 他还活着 我在女王手底下暂时保住了他的幸运 听见这话叶初感动得泪如泉勇 他激动地抱住哥哥连声道谢 不仅谢他保护爱德华 还谢他这辈子能做他的哥哥 夜华被这些话整得一头雾水 做了二十几年的兄妹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敢谢 只见夜初便深沉恶魔说道 其实自己上辈子是招人嫌恶的恶魔 夜华看着他这般模样有些吃惊 他不知道妹妹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 于是戴上一个神秘的手套 随后又握住夜初的手 他的眼睛紧闭 夜初被追杀被欺负的事就都浮现他的脑海 在了解一切后清秀的眉眼顿时怒目圆争 这个魔戒的畜生竟然打你 夜初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 哥哥解释这个手套是感知的法器 是昨天爱德华父亲的手下送来的 听见这话夜初露出担忧的表情 他还好吗 夜华叹了口气沉重地说道 他已经去世了 这个手套就是作为保护爱德华的交换 得知老丈人已经去世 他心急如焚地去找老公 希望能在第一时间给予安慰 最终通过哥哥的帮助 他混进了老公所在的府邸 化身被敬献给爱德华的食物 但爱德华已经被女王夺去记忆 自己的老婆就站在眼前 他却想不起来对方是谁 粗鲁地将他一把推开后 又让他拿钱走的 面对爱人的冷酷无情 夜初并没有放弃 反而蹲下温柔地与他沟通起来 大人 你有过心上人吗 我的心上人也是血族和人类的混血 他从前和你一样不爱笑不爱说话 不过每次有危险他都挺身而出 所以如果哪天他也深陷你找 我会全力以赴地帮他 可这些话还是没能唤醒爱德华的记忆 这些话说给你的心上人就好了 我没兴趣 随后就趴在他的肩膀贪婪的近视 夜初强忍痛意 抬头祈祷爱德华能快点恢复记忆 这是爱德华的眼神一正 他感觉到这个味道有点似曾相识 于是推开女人大声质问 你到底是谁 夜初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是你的 你的恋人 爱德华直接否定 这不可能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有 夜初打断他 然后坚定地告诉他 那是因为你被女王蛊惑了 谁知道爱德华的一个问题竟让他哑口无言 一直在这里蛊惑我的不是你吗 突然碰壁一声门被撞开 来人正是女王的手下戴那女爵 你这个恶魔好大的胆子 敢在血足地盘抢人 夜初急忙揽住爱德华的胳膊 提醒他不要听女人的挑拨离间 这个人杀了他的伙伴和父亲 可爱德华却觉得夜初在编故事 还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 这个表现让戴那女爵心里非常得意 很好 你就猜忌吧 先把这个女人除掉再除掉你 于是在二人争辩的空隙 他手持短剑朝夜初次去 在这危急时刻 爱德华会站出来保护夜初吗 昔日恩爱的恋人现在却如同陌生人 夜初历经风险来到爱德华面前 可对方连他是谁都认不出 现在别人已经欺负到夜初的头上 他会做何表现 只见他紧紧握住女爵的手腕 随后严厉地呵斥他滚出去 女爵被这样对待非常生气 事实就在眼前 难道你想包庇恶魔 爱德华表示如何处置自己会看着办 无需他在这里指手画脚 女爵听了这话嘴脸立马变得凶狠可怕 他阴险一笑 还真是一对啊 可惜卫兵就快到了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看来他已经通报女王了 奇怪的是爱德华也掏出件美好气的说 那就让你陪葬如何 一旁的夜初感动得邓大兴兴眼 难道他的记忆恢复了 爱德华一脸平静 没有 但直觉告诉我你比他靠谱那么一丁点 夜初心里暗爽 嘻嘻 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或许这就是情不知所起吧 随后表情立马严肃 那就强强联合一起战斗吧 最后他们在女王到来之前成功逃脱 可爱德华却还想着回去 因为他只记得不能违抗女王的指令 除了这个其他什么都不记得 就算逃出来了也不知道以后该何去何从 夜初气鼓鼓地嘟囔着 嗨女王呢 你重伤了他的手下 他现在恨不得包了你的皮 爱德华默不作声 他只好鼓起勇气使用绝招了 只见他将对方推靠在大树旁 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可不是我自恋了 这的确是因为你的内心还深深地爱着我 爱德华感觉到自己被他侵犯了 气愤地指责她是个无理又轻薄的女人 夜初看她慌张的样子有些可爱 瞬间就没了脾气 身后的翅膀也默默缩了回去 我就不想放手 时隔多天这对小情侣终于见面 看着爱德华正经的表情 夜初的心里像第一次心动那样泛起涟漪 他目光灼灼地靠近爱德华 然后轻轻点起脚尖 在男人的嘴唇蜻蜓点水了一下 笨拙的爱德华手都不知道该放哪里 片刻后夜初离开 他满脸期待地看着对方问道 怎么样 想起来没有 爱德华红着脸皱起眉头 没有 什么都没有想起 这个回答让夜初气的跳脚 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一个吻 爱德华不屑的声音响彻整个森林 谁想要啊 片刻后 附近响起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们顿时警觉起来 还以为是女王追过来了 却没想到来人是男魔 他对夜初说道 该回家的埃莉亚 夜初一脸憎恶 这个麻烦的家伙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过来 他不想与这个蛮不讲理的人多言 于是抓起爱德华的手准备离开 可身后的人不为所动 表示自己不能违背女王 男魔抱着看笑话的态度嘲讽夜初 在外面找野男人被甩 还死皮赖脸的缠着人家 说罢抓起他的手直接抢人 别在这里丢人了 跟我回去 被激怒的夜初黑化成恶魔 打算跟男魔动手 却被对方的攻击抢先一步 他被打得向后摔去 身后的爱德华本能的站出来 掐住男魔的手腕后发出警告 这是血族的地解 公然抢我的人 给我放尊重点 夜初看着爱德华认真的脸有些感动 原来他就算什么都忘记了 但还是会本能的帮助自己 这是男魔退后两步拍拍手臂上的灰尘 表示自己可是魔族的继承人 怎么可能会败给他们这种低贱的生物 随后双手一挥 去死吧 一股强劲的力量直逼爱德华 砰的一声 爱德华重重地撞上身后的大树 一个尖锐的物体扎进他的后脑勺 心爱的男人在自己面前受伤 夜初想去救他却无能为力 因为男魔将他牢牢拽住 并施法让他昏昏欲睡 爱德华用尽全力说道 放开他 刚才的撞击让他头痛欲裂 也让他捡回了所有的回忆 他艰难地尝试直起身子 可被撞击的脑袋失去了平衡 他感觉到天玄帝转指不住的呕吐 男魔缓缓回头嘲讽他省点力气 想和魔族公主在一起他还不配 然后就带着夜初离去 爱德华趴在地上大口呼吸 等着我 我这就去找你 这时突然窜出一个士兵关心地询问他 你还好吗 爱德华没有说话 而是用怀疑的眼神盯着他 士兵又解释自己是夜华的亲信 可以先帮他治愈伤口 伤口治愈后 爱德华才有了说话的力气 你是怎么能准确地知道我在这里的 士兵交出一系列法器 其中就有能感知到危险的手套 爱德华注意到那件能射魂的挂坠 这不是他父亲的吗 父亲还好吗 士兵表示不清楚 自己只是奉命前来赠予法器 他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一问到父母的情况就一概不知 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士兵还告诉他如果遇到不能化解的危机 就去西南方向的迷雾森林 之后他来到戒备森严的魔戒 爱德华犯起了仇 就算躲得过手将也过不了那结界 这时面前突然冒出来一只熊把他吓了一跳 而且这熊还拖起他就跑 头朝后的他感到一阵眩晕 不久 熊在一个洞前停下 洞口还守着树枝老鼠 这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通往魔戒内部吧 男魔的寝宫内 夜初睁开眼就发现身边围着一群侍女 手和脚也被铁链锁住 他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 男魔出现给出解释 他们在为我们的大婚帮你梳妆打扮 他一醒来就发现自己在魔界的寝宫 还得知马上就要与讨厌的人结婚了 可他的心是属于爱德华的 他不想嫁给这个男魔 男魔也知道他的心里另有其人 但他不在乎 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利用夜初巩固王位 他露出势在必得的表情 对夜初的挣扎不予理睬 随后一把将他抱起说道 没关系 现在我就让你彻底忘了他 他拍拍尘土轻松地说 没想到老鼠的定位还挺准的 男魔惊讶于他受了重伤怎么还活着 夜初惊讶于他的记忆恢复了 不然也不可能冒险来找自己 得到法器的爱德华信心拉满 直接顺一道男魔身后掐住他的脖子 男魔吃痛手一松 夜初就掉了下去 不过好在被几只老鼠稳稳接住 爱德华掏出射魂法器 吸取男魔的魂魄 男魔盾石面如土色没了力气 在他被瞬间甩飞的同时 一把剑插进他的胸口 他虚弱地抬起手 侮辱爱德华是只臭老鼠 凭什么和他抢 爱德华眼神坚毅 就凭你不是真心爱他 也不尊重他 我绝不会让你有即可乘 说罢就带着夜初离开了这里 魔界外 他们想帮助自己的动物道谢 那只带路的小熊 正开心地拍手鼓掌 一定是之前林子里放了那些动物 灵灵之中 他们也受到了动物们的眷顾 这时爱德华撑着脸询问 夜小姐 接下来可是要一起逃亡复仇 你后悔吗 夜初靠近他红透的脸颊 这位先生你说呢 只要有你保护 什么妖魔鬼怪我都不怕 夜初又注意到爱德华的胸口 看来毒液已经向全身蔓延 可是这个毒只有女王有解药 回去的话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夜初担忧地问这该怎么办 爱德华眼神瞥向一边 应该还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他们来到夜华口中的迷雾森林 本以为会是一片祥和 但没想到现实像个坟场 夜初紧紧贴着爱德华害怕地问 这里不会有鬼吧 他被这个问题逗笑了 你可是恶魔哀 鬼怕你才对 为了缓解诡异的气氛 夜初又开始轻声哼歌 就在两个人祈祷不要出现危险的时候 一根干枯的手指戳了戳夜初 夜初僵硬地回头 却看到一个皮肤铁青 浑身打着补丁的女鬼 他吓得直接一蹦三尺高 爱德华急忙把他的眼睛捂住 随后凶巴巴地对女鬼说道 不想死就滚远点 女鬼可怜兮兮地搓搓手 心里小声嘀咕 人家已经死了 小的是奉主人之命接见二位 看这样子不像是个坏女鬼 二人跟随他来到一棵大树下 一个可爱的声音招呼他们 这里这里 我是守护这一带森林的魔女 是受夜华哥哥的委托来保护你们的 夜初仿佛看到了希望 既然是魔女大人 那么毒应该能解吧 可魔女大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是血族特制的毒 他也无能为力 爱德华沉思一会儿 打算去找父亲想办法 夜初陷入两难 他该怎么开口公爵已经过世了 血族界内 夜华曾帮助爱德华逃跑的事情 被安娜女王发现了 女王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么情深义重 看来他们一定有奸情 心中的想法脱口而出 没想到你居然喜欢男人 夜华咳了两下 这是什么脑回路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陛下 我的品位还不至于这么差 安娜女王叫来了巫师 查看夜初到底是何许人也 可看到的却是凯琳娜公主的脸 可凯琳娜早就死于她手 这是她的孩子吗 她又想起公爵的话 难道取代之人 就是她 这个可爱的小不点 居然是魔女大人 整片迷雾森林都是她的地盘 她为保护爱德华和夜初不被人追杀 将安娜女王困在了森林外 士兵们被有毒的雾气侵蚀后四散而逃 女王也被一个个亡魂吓得冷汗直冒 但其实这都是魔女师的幻术 女王知道人就在森林里 但物实在太大 她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只好利用夜华威胁 夜初看到哥哥后立马不淡定了 于是趁被幻术缠身的女王不注意 爱德华背起夜华就走 但区区幻术难不倒女王 她很快就注意到了夜初的背影 即使夜初已经溜得飞快 最后还是落进了女王手里 女王捏着她的脸恶狠狠地说道 当年我派了那么多兵去公爵家 都能让你私里逃生 只可惜了公爵夫人 最后烧得连骨头都不上 听见这话爱德华眼神变得凶狠 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了杀害母亲的凶手 她放下夜华后 脚下一个借力 就冲到了安娜女王面前 汇聚了多年仇恨的拳头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女王被突如其来的拳头猛地击倒 只见她低着头缓缓开口 杀了你的父母和你的伙伴 我真的很抱歉 有时候我也很悔恨 内心会深深地不安 听完她说的话后 爱德华发出呵斥 一切都太晚了 可没想到 一连串阴险的笑声响起 安娜女王竟又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你们以为我会那么说吗 他们都是死有余辜罢了 你们两个小可怜虫 就让我送你们与那些亲人团圆吧 突然 天空中电闪雷鸣 密集的闪电朝他们劈下 安娜女王悬在半空中 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模样 叶初也使出地狱之火 与女王过过招 一次两次三次 次次都被女王躲过 叶初气喘吁吁 她的速度也太快了 明明在那个方位又闪过去了 安娜女王像一个胜利者般俯视他们 随后给出足以致命的一击 叶初眼看着朝自己而来的闪电 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却没想到爱德华抱住了自己 那致命的闪电也激在她的后背 她受了很严重的伤 心里却还在暗爽 因为叶初在为她紧张 她强撑着身体转过头 我没事 但其实女王的这一击 以及身体内不断蔓延的毒液 已经让她命悬一线 这时女王的闪电又朝他们劈下 爱德华急忙推开叶初 顺手抄起一个尖锐的石头 带着满腔愤怒冲向这个万恶之源 正当女王震惊 她是如何做到这么敏捷时 自己就已经被开膛破肚 爱德华恶狠狠地说 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女王笑道 怎么 你想和我同归于尽吗 爱德华感觉到胸口一疼 她向下看去 女王的手穿过了她的身体 正在胸腔内摸索 心碎的声音清晰可见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握住女王的手说 那你可不要放手 直到变成灰烬的那一刻 你死了她就再也没有敌人 女王被火炙烤的头顶冒烟 再这么下去的话一定会灰飞烟灭的 这是爱德华听见叶初喊自己的名字 她瞄懂接下来该做什么 只见她突然放开女王的手 向一边闪去 伴随着女王的惨叫声 她被瞬间燃成灰烬 爱德华也重重地摔了下来 叶初把她带到安全地区 可爱德华却连眼都不抬一下 一旁的魔女大人说 她已经没有心跳了 就连气息也没有了 叶初不愿相信 不会的 她只是没有力气了而已 然后咬破自己的手腕为爱德华喝血 恶魔的血有强大的治愈能力 喝了血应该就可以恢复了吧 可她还是毫无反应 叶初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不许你和我开这种玩笑 你不要抛下我 随后她开始呜呜的抽气 此时叶华出现在她的身后 她仰天看向天空那轮红月 回去吧 时机已经成熟了 凛冽的寒风在耳边呼啸 叶初的手腕被自己狠狠咬破 只为了爱德华能睁开眼看看她 她不能任凭爱人就这么死去 她还等着她兑现承诺呢 可爱德华已经没有心跳和呼吸了 她再也听不见了 不会在叶初哭泣的时候温柔安慰了 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哭得声嘶力竭 突然她的表情一正 接着倒在爱德华胸前 身后叶华称怪道 傻丫头 你这么遭见自己 她就能回来吗 此时天空中一轮红月赫然醒目 叶华闭上眼睛 回去吧 时机已经成熟了 病房里 睡梦中的叶初一语不断 父母激动的站起身 孩子醒了 叶初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父母憔悴的脸庞 还没从悲伤中缓过来的她 这一刻眼泪又一次绝低 三个人相拥而泣 后来得知父母接到报警电话 称叶初晕倒在美术馆 妈妈关心地询问她这一年去哪了 她流着泪回忆道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我经历了一场奇幻之旅 中途遇见了我的王子哥哥 父母温柔的倾听女儿的滔滔不绝 之后 她在没有爱德华的世界平淡地生活着 并把对她的思念写进小说 原来是在相爱 若是有奇迹出现 无论多久 她都等着与她的再次相遇 这天牵手回现场 她百无聊赖的话 自己和爱德华的漫画 周围突然一阵骚乱 大家的目光被一个男孩吸引 就算是全副武装也挡不住的帅气 她缓缓来到叶初面前说道 可以要一张叶初和爱德华的千惠吗 随后摘下口罩 口罩下居然是爱德华的脸 叶初拿笔的手剧裂颤抖 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奇迹 二人相视一笑 叶初红着脸回答 如你所愿 当吸血鬼来到人类世界 第一件要学习的事情 居然是如何使用筷子 叶初一脸慈爱的神情 而爱德华努力适应人类的习惯 经过他不停的尝试 他终于夹起了一块鸡块 随后满脸期待的递到叶初嘴边 叶初熬一口吃掉 幸福的粉红泡泡都要溢出来了 还以为这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没想到还能吃到你亲手做的菜 感动的流泪 爱德华有些不好意思了 解释道 只要一想到那些男人有机可乘 我就满血复活了 叶初被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 然而事实上他是被叶华复活的 叶华得知穿越的条件有法阵 皱纹 血月之夜 还需要血足的血液作影 只要具备上述条件 在接近法阵时 就会被吸入漩涡 被带入另一个时空 所以叶华怕妹妹留在这里触景生情 就让她回到了人类世界 而自己选择留在这里当王者 沃克在死后也变成了天使 时刻追随着叶华 公爵留下的一系列的法器 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射魂器将她的魂魄摄取出来后 就被暂时寄于一个小胖的身体里 本体则浸泡在药草池修复 爱德华笑咪咪的蛊惑沃克 等下个血月之夜 就可以和自己一起穿越了 可是被沃克拒绝了 爱德华诡异的笑容 似乎已经看透一切 难大不中流吗 沃克慌张地解释 不是因为叶华哥才留下的 是有天使的新手任务要做 这难道就是不打自招吗 叶华偷笑了起来 这个画面被沃克捕捉到 顿时小脸飞红 他笑了 这是什么意思 爱德华在一旁打去 不是因为叶华你脸红的鬼啊 听见这些画叶出笑的和不拢嘴 信息量好大 那哥哥到底喜不喜欢沃克啊 爱德华表示 下次再见面就知道了 还是多操心操心他们自己的事吧 随后就抬起叶华的小脸 闭上眼睛靠近 叶华也撅起嘴巴期待着 却没想到爱德华 只是在额头轻点了一下 估计重施 真是老头